总买下邮轮座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所有员工发了五亿工资 然后又将十位经理当场解雇 结果有人不服 当场就要对烟总动手 随着一千多名员工都被召集在甲板 陈燕当即表示会拿出五亿给大家发工资 这一举动直接让董天爸和夜药组震惊 拿五亿给员工发工资 这手臂实在是有些惊人 所有员工听完都是一愣 甚至怀疑自己听错 于是一时间场面陷入了些许的寂静 但下一秒众人就开始欢呼雀跃 幸福来的实在是太突然 大家激动的当场开香槟 因为没有什么是比发工资更让人开心的 马德终于发工资了 家里儿子喝的奶粉都快买不起了 这样的老板哪里找 有困难他是真的解决要呜呜 之前邮轮在董天爸手里时 尤其经济不景气 所以他发工资日期拖欠了很久 要树立微信 最好的方法就是给钱 陈燕非常明白这一点 你要是想收买人心术微信 说再多大道理都没给钱有用 毕竟这些员工都是普通人 而普通人要的就是该有的工资 第二件事 所有部门以上的经理向前一步 说完第一件事 陈燕又开始说第二件事 一瞬间十来位部门经理齐齐上前 他们每人手底下都有一百多名员工 毕竟管理这么大的邮轮 人不多是绝对干不过来的 新老板这么大方 难道是要给管理层额外奖励 发达了发达了真是发达了 经理们一想到这里 就笑得合不拢嘴 在他们看来新老板肯定是为了拉拢人心 所以要给他们这些经理涨工资之类的 一二三十一刚好是一个人 陈燕仔细数了数 不多不少一共是十一个部门经理 我宣布你们十一人被我解雇了 数完人数陈燕当场宣布 要将这些解雇 陈燕有自己的打算和想法 这一幕发生的实在太突然 众人一瞬间都惊呆了 尤其是还在做美梦的部门经理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新老板不但不给他们加工资 反而要把他们解雇 这就开除了 新老板这也太喜怒无常了吧 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完全摸不透新老板的脑回路 我叹马不服 劳资在船上干了五年 想要解雇我凭什么 其中一个经理不服气 他在船上干了很久 这突如其来的解雇让他接受不了 凭我是老板 整艘船都是我的明白了吗 陈燕歪嘴一笑 他完全没必要解释 自己都是老板了 还需要跟你一个小经理解释吗 劳资弄死你 经理气急败坏当场出拳 一想到要被解雇 经理所带给他的权力即将消失 他就无法忍受 要把怒火发泄在新老板身上 弄死我我们看看谁弄谁 陈燕笑了 竟有人想和自己单挑 这和找死没任何区别 于是陈燕打算当众稍微露两手 但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小水手大叫着助手 然后冲向了经理 他拦在了陈燕面前 紧接着当场将经理制服 由此可见水手的体力倒是不差 曹洪德你在老板面前发什么电 水手一边将经理压在身下 一边吵其大吼出声 放开我五成功你以下饭上 我踏马要扣你奖金 曹洪德还以为自己是经理 要扣小水手的奖金 你叫五成功 陈燕缓缓来到五成功面前 开口询问 五成功立马回应 逝世的老板 很好五成功我现在任命 为这艘船的新船长 也是这艘船的总负责人 陈燕见五成功保护自己 直接让他当船长 我去这样也行 众人还是头一次见这种操作 瞬间惊呼出声 我去早知道我就冲上去了 错过了那天改命的机会 五成功做船长 我比死了勤妈还难受 叶药组见状不禁流出了几滴冷汗 打压一批拉拢同一批 这艘总身安御下之术啊 不愧是影视家族的当代添交 本经理要对艘总动手 但被一个小水手救下 于是艘总直接任命他为新船长 大家都看到了 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 赏罚分明 我要宣布的第三件事 就是各个部门里 有人中饱四囊 侵吞公款的检举揭发 只要证据确凿 他吞多少我奖励你多少 当这句话说出的一瞬间 似乎有一道惊雷从天落下 直接击在了邮轮上 晴朗的天空瞬间变得乌云密布 有种暴风雨来临的感觉 怎么突然要下雨一样 气氛好怪啊 董天爸抬头望天 不自觉地流了一身冷汗 检举揭发还有奖励 众员工一听此话 瞬间就来了兴趣 那些老闭灯 我忍他们很久了 很多员工长期被经理们打压 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揭发的机会 他们自然是不会放过 我举报曹洪德 长期骚扰女性下属 还伙同出厨师长 和采购部虚报价格 吃大量回扣 有了陈远发话 立马就有人站出来举报 很好保安部去报警 陈远歪嘴一笑 他知道自己的这招起了作用 只要有一个人带头 事情就会更加顺利 如果你说的属实 你以后就是餐饮部经理 奖励五万元 既然有人站出来揭发 陈远自然是要给奖励的 升职加奖励 直接就能抓住人心 我也举报人事部主管 安排小舅子吃空想 我举报服务部经理公然所会 我举报保洁部主管 侵吞公司资产 一瞬间所有人都开始举报 而董天爸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居然有这么多人干了这些事 一直以来他都被蒙在鼓里 董天爸气氛的同时 也直观感受到了陈远的强大 难怪我一直亏死 看来做生意还是烟总擅长啊 管理确实是门学问 这一刻夜药组再次对陈远佩服的五体投递 片刻后举报揭发这件事顺利解决 邮轮也开始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航行 而陈远则是把剩下的五位经理 全部都叫到了办公室 他之所以叫这几人 也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管理层里11个人 只有你们五个底子是干净的 没有人举报的 而没被举报就是陈远叫几人来的原因 刚才说要开除你们并不是结果 而是要让你们迎接更大的挑战 这番话一说出口 五个经理瞬间松了口气 我不怕告诉你们 很快我名下飞顿资本 就会收购全国连锁酒店军月 刚好这个酒店还缺几个负责人 陈远坐在沙发上游刃有余 同时陈远又拿出了几分合同文件 这就是给五个经理的 如果你们愿意调任 我许诺给你们一个主管职位 并且涨薪百分之三十 事实上当陈远说出这番话后 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拒绝 因为这份合同实在太诱人 愿意我们当然愿意 没出意外五人看都没看合同直接答应 因为他们都知道 跟着燕总混绝对能一飞冲天 绝对比游轮上的小经理要有前途 突然陈远看向了身边的叶药祖 并且一脸的尴尬 因为陈远发现叶药祖有些不对劲 叶总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奇怪的眼神看我 此刻叶药祖看陈远的眼神 只有满满地崇拜两个大字 燕总之前你买飞机的时候 我只觉得你出手豪迈 没想到你御下之术 也是鬼神莫测呀 忽然叶药祖激动地抓住了陈远的手 而陈远则心里则是在想 御下之术我只是习惯性装个杯而已啊 我哪里懂什么御下之术 这样人中龙凤一般的人物 一定能入我叶家大小姐的法眼 到时候强强联合也不是不可能 秘书脸上的伤疤终于恢复 刚恢复燕总就又送他一件礼物 那竟是一架看起来就很豪华的直升机 此刻飞顿资本大楼内 这段时间飞顿已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集团 而各大财经新闻 也经常报道陈远以及飞顿的信息 目前飞顿收购了军越连锁酒店 而林氏则面临告破危机 想不到飞天和盾地合并后 居然吃下了林家军越这块大肥肉 这还得是靠咱们岳祖 做事果断雷厉风行啊 此时会议室内 众人都在议论着这件事 由于飞顿蒸蒸日上 他们这些小领导也很有干净 岳总论能力那是没得说的可惜脸上 爱天杜红颜啊 一提起岳灵霜的脸 众人都感觉很可惜 岳总快来了 他可不喜欢听别人议论他的项目 你们可要注意 有人看时间差不多了 连忙提醒不要再继续议论下去了 小成人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咱们就开会吧 岳灵霜和往常一样 来到会议室进行日常的开会 但他自己却没发现 自己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岳总人都到齐了 见岳灵霜到来 众人连忙起身准备开会 但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件事 这件事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因为这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怎么了你们这一个个都是什么表情 岳灵霜注意到了员工们的表情变化 这看起来有些不太正常 于是岳灵霜就询问发生了什么 岳总您的脸 这是一个妹子指着岳灵霜的脸说道 因为岳灵霜的变化就来自于他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 我早说过你们不要太关注我的脸 有时间多关注关注工作 一听他们又在议论自己的脸 岳灵霜就有些皱起了眉 不是您看您脸上的伤疤 妹子也不解释 而是拿出了一个化妆镜 她要让岳灵霜亲自看 岳灵霜接过化妆镜 她倒要看看自己脸上到底怎么了 然而当岳灵霜的脸 出现在镜子里时 她整个人都被惊到了 因为她脸上原本的恐怖疤痕 此刻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来是真的 老板调配的药膏真的有用 岳灵霜摸着自己的脸 内心就像吃了蜜一般甜 她那么忙去喂了我的脸 那么辛苦的调配特效药膏 一想到这里岳灵霜的脸就泛起了微红 同时岳灵霜的好感度再次加二 距离一百点只差三点 突然岳灵霜接到了快递电话 请问是岳女士吗 燕总送了您一件神秘礼物 我们已经配送到您公司楼下了 岳灵霜有些疑惑 什么神秘礼物 自己好像并没购买什么东西 于是她来到窗边朝楼下看去 打算看看是什么礼物 老板搞得这么神秘到底是什么礼物 岳灵霜猜测肯定是陈远送的 只有她总是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然而当岳灵霜看到礼物的一瞬间 整个人当场都被惊呆了 这件事礼物实在是太震撼 因为这竟然是一架直升机 此刻直升机旁已经喂满了围观的人 因为这是一架价值1.1的直升机 为一艘大邮轮的老板能有多爽 别人干活的时候 你可以喝着香槟欣赏美景 现在距离叶家千斤叶寒的生日会 还有最后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这艘邮轮会聚集各类精英 正在喝香槟的陈远突然发现 岳灵霜的好感度提升了 并且还是连续提升了两次 好感度已经达到了99 岳灵霜又逆袭了 居然还是两次 陈远还有些没回过神的时候 无数道好感度提示全部响起 这些增加好感度的 全部都是陈远绑定的那些魅力 有肖若与赵玉奇高悬营前蒙蒙晴冰雪 看着漫天的好感提示 陈远瞬间就傻眼了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以前都是一个一个漫漫家的 突然陈远似乎想起了什么 打开手机看了起来 也许只有那一件事 才会让所有妹子们同时加好感度 果然当陈远打开手机后 就发现几个妹子都打来了电话 这是飞机送到了吧 老叶办事效率也太高了 陈远左思右想想来想去 也只可能是飞机送到了 所以妹子们才同时长好感度 与此同是汉城 作为有着江城之称的汉城 此刻正上演着一桩美事 萧师兄谢谢你送我回家 原来是楚玉墨和他的齐王萧师兄 并且看样子是两人出去吃了饭 然后萧师兄送楚玉墨回家 玉墨我们父辈都是好友 不需要这么客气的 萧师兄带着眼镜斯文一笑 让师妹不要客气 好吧但还是要谢谢你 楚玉墨作为局里的景花 自然会有很多人追求 而他本人也认为送家是合性情来看 萧师兄确实是个不错的男友人选 但楚玉墨最近脑子里 总会出现那个男人的身影 那个男人就像一道梦魇 不管怎么都会置不去 陈远你这是给我下过了吗 哪怕现在只是想到陈远的身影 楚玉墨的脸就微微红了起来 很明显这是楚玉墨自己把自己攻略进去了 但他喜欢的人是高悬莹不是我 不论如何我和他也不会有结果的 楚玉墨是知道陈远当时拍下水晶项链 送的人就是女星高悬莹 所以楚玉墨认为两人肯定是恋人关系 自己不能再插足进去了 请问是楚玉墨小姐吗 这是一名快递小哥突然出现 然后来到楚玉墨面前询问 楚玉墨连忙回应 啊是我怎么了吗 是这样的您的快递到了 此刻在小哥身后 是一辆专门运在大型货物的大拖车 而在拖车上的大快递 竟然是一架看起来就很豪华的直升机 没错这正是陈远赠送的 他也送给了楚玉墨一架 搞搞搞搞搞错了吧 我也没买直升机啊 楚玉墨严重怀疑小哥送错了 但小哥却是笑着解释 错不了了亲 这是烟总送您的礼物呢亲 请您在这里签的字吧 说完小哥拿出了一份文件 只需要签下直升机就属于楚玉墨 而此时楚玉墨还属于蒙圈状态 但他还是拿起笔开始签字 他怎么都没想到 没见过几次面帝陈远 竟然会给自己送直升机 并且这架直升机一看就很昂贵 玉墨这飞机是楚伯伯给你买的吗 真是大手笔啊 这时肖师兄上前开口说道 说的同时还不忘夸老楚 因为他很想在楚玉墨面前留下好印象 不是这是陈远送的 就是那个灭日其尊 楚玉墨倒也不隐瞒 陈远送的这架飞机 直接让楚玉墨确定了一个事实 让楚玉墨不再迷茫动摇 肖师兄一听当即就不爽了起来 灭日其尊怎么哪里都有他 肖师兄气得恨不得骂人 灭日其尊那个掉毛总是坏他好事 上次下棋式这次送楚玉墨回家也是 肖师兄我想以后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 陈远的这架直升机 彻底击碎了楚玉墨迷茫的心 原本他还想和肖师兄尝试发展一下 但这下再也不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他很确信自己绝对不喜欢肖师兄 玉墨为什么呀 肖师兄急了 他甚至急哭了 他实在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明明之前一切都还好好的 没什么我怕陈远误会 即使两人都没见过几次面 但陈远的这架飞机 还是让楚玉墨误以为 陈远喜欢自己 这是在追求自己的表现 那么小丑是谁我不多说 大家千金邮轮生日宴会正式开始 各大名流都齐聚邮轮上 这一晚注定不会频繁 此时邮轮已经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 但凡上传的都是业界名流 甚至可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怕是大半个黄浦江的顶尖家族都来了吧 叶家的号召力真不是盖的 幸好这艘邮轮是我的 可以比较随心所欲一些 大热天海西装革履太痛苦了 那边那个人好奇怪呀 突然有人注意到了身穿浴巾的陈远 但显然没人认出他 而秦无双也自然来到了现场 他正跟弟弟秦无风喝着香槟赏几 听见有人说好奇怪 秦无双也下意识转头看去 这一看他立马就被惊到了 怎么会是他 出现在秦无双眼里的 不是烟总又能是谁 他永远都不可能忘了 那个打他的坏男人 真不知道是特立独行还是故意整骨 这么重要的场合 他居然打扮得这么不得体 秦无双有些服了 今晚好歹也是叶寒的生日宴会 这货却像是来度假旅游的 晚宴要开始了走吧 秦无双也没去和陈远说话 转身就要去参加宴会 而秦无风则是好奇地问 姐这个人你认识吗 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爱姐别走啊 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烟总果然是你啊 出现在陈远面前的是一个老熟人 当初经贸大厦就是小薇的老爹 卖给陈远啊 小薇看到陈远也在 于是就上前打个招呼 我我我我说谁这么有哥哥哥哥性的 果真是你啊 可往常一样小薇依旧是个结巴 是小薇啊你也来了呀 陈远打开墨镜一看 竟然是在汉城的熟人 出门在外能见到老乡 陈远其实还是有点开心的 家里来来来摩都后 生意不太好想想想想多认识别人 小薇尴尬地摸了摸头 当初他爹卖掉经贸大厦后 就带着全家老小来到摩都发展了 会好起来的我这边正好有些生意 小薇你有兴趣吗 一听小薇有困难 陈远决定出手帮帮他 小薇有兴趣地问 阿神神什么生意我我我我可以吗 房地产生意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陈远一般不帮人 但凡开口都基本上的稳赚不亏的那种 至于陈远说的房地产生意 那也肯定不是一般的 基本是做了就会狂赚的那种 房房房地产已经不行了吧 还是算算算了吧 小薇一听是房地产 立马就没了兴趣 因为房地产目前已经走下坡路 而小薇很明显也没意识到陈远是想帮他 李少是李少来了 这是一群妹子突然大声叫了起来 魔度李少的名号自然响亮 作为四大家族之一的李家少爷 可以说是有一大群迷妹 燕总我爸嘱咐我要结交的人来了 我就先告辞了 此刻小薇似乎也不结巴了 他来的目的是为了结交一个人 陈远见小薇有事要办 虽然拒绝了自己但也没说什么 看着小薇的背影 陈远心里其实还是很可惜的 不管从老乡还是从对小薇的感官 其实陈远都不算是讨厌 只是可惜了 本来还想待待你的 看来小薇你是命中女才无缘了 但既然是别人的选择 陈远也不好抢求 只能说这个东西看命 与此同时魔度四大家族之一的李家 就引来了一大群妹子的欢呼 是李少他可是今天的重头戏啊 魔度公子圈里 感觉只有他配的上叶家的千金夜寒了 众人都开始了议论 觉得只有李家木配的上叶家千金 毕竟地位在那里摆着 洛洛你看见哥哥在哪吗 林指洛左孤右盼地说道 我正找着的人可真多 孟孟和林指洛也来到了会场 并且都换上了破破烂烂的小礼服 他们刚上船就开始寻找陈远的身影 孟孟找到了陈远哥哥在那里 只是找了两秒半 林指洛就找到了陈远 只因陈远的打扮实在太过耀眼 不想被人发现多困难 哥哥怎腰穿得这么奇怪 大晚上的还戴墨镜 孟孟见状也和其他人一样 感觉陈远奇奇怪怪的 你懂什么那叫个性 咱们快过去吧 林指洛早就习惯了陈远的奇怪 连忙拉着孟孟赶了过去 如果那天陈远一脸正惊 那反而是件奇怪的事情了 但就在这时孟孟小小的御手 却突然被一只大手给抓住 并且还传来了一道声音 咱们又见面了小美人 孟孟守备抓连忙回头看去 这次你可跑不掉了西西 是秦无峰 没想到他竟在陈远面前 当众调戏孟孟 看来秦无峰的死期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承烟总前女友的人突然现身 他哭着说三个月的孩子 不能没有爹 这一幕瞬间被众人用手机拍下 而洛洛则是一把将其推开 他知道陈远压根就不认识这个女人 孟孟和林指洛刚登上邮轮 孟孟就被秦无峰抓住 上次有人搅局 这次可没人救你的西西 别用你的狗爪子碰他 作为好姐妹的洛洛 则是一把打开了秦无峰的手 而且洛洛也不怕秦无峰 因为陈远哥哥就在这艘邮轮上 只要有他在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孟孟咱们快跑 洛洛一把抓住孟孟 连忙就要抄陈远跑去 至于这个秦无峰 洛洛相信陈远肯定迟早要收拾他的 爱别走啊 秦无峰还没过完手影 结果孟孟就被拉走了 这让他很是郁闷 但他就是出现在了秦无峰面前 秦无峰自然气急败坏 竟然有人敢拦自己的把妹 这怎么能忍 如果对方是个没见过的无名之辈 秦无峰就打算喊人教训他一顿 马得谁不长眼挡 然而话还没说完 秦无峰就看到了拦他的人 这竟是前几天在学校见过的烟总 此刻孟孟和洛洛躲在陈远身后伴着鬼脸 而陈远则是如同一尊两米半的巨人 俯视着渺小的秦无峰 你在狗叫什么呢 你再叫个试试 我当是谁原来是烟总啊 见来人是烟总 秦无峰也不敢太装 毕竟对方的实力 就连秦无峰都不太清楚 但他还是觉得烟总只不过是个爆发户而已 并没有非常惧怕 咱们之前有不愉快的事 我不会放在心上 咱们握手言和吧 也许过不了多久 我就是烟总你的妹夫了 秦无峰言语中尽是挑衅 甚至扬言要当烟总的妹夫 居然是烟总 我说谁穿得这么特立独行呢 我还以为是邮轮上请来表演行为艺术的 结果竟是烟总 最近网上他负面消息那么多 居然还敢公开露面好友啊 听着周围众人的议论声 陈远在心中想着 这就是你的依仗 觉得在一帮有钱人面前我不敢打你 殊不知陈远根本就不在乎 小伙你也是太天真了 在场人多人少对陈远来说并没屈敌 他只知道这个秦无峰 必须得给他长个教训 而这个教训还不能轻 否则他以后还会对孟孟对歪心思 烟总果不其然你还是来参加晚宴了 一旁的李家木心里这么想着 他就知道陈远肯定会来 还好我早就给你准备了一道大餐 等着身败名裂吧 李家木阴狠一笑 他打算在今晚让陈远身败名裂 而这也是他来参加晚宴的目的之一 随着众人陆陆续续登上邮轮 邮轮上也显得越来越热闹 众人都在等着今晚的主角 叶家千金叶寒登场 但就在这时邮轮上传来了一道尖叫声 陈远哥哥 这道声音来自陈远身后 有人突然大声叫了陈远哥哥这四个字 陈远有些疑惑地回头望去 因为能这样叫他的人没几个 陈远哥哥我是小小啊 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突然一个女孩哭着扑进陈远怀里 他正是之前在网上 说自己是陈远前女友的那个人 并且还说自己已经有了陈远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 我不要你的钱 只求你不要离开我 就算你有其他女人我也不在乎 小小一边哭一边大声地说着 声音很大声怕周围的人听不到 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没了你我怎么活呀 这些话进入众人耳中 让他们瞬间就对陈远产生了鄙视 更是觉得陈远是个大渣男 这不就是视频里曝光烟总的张小小吗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真是造孽啊 小姑娘看起来蛮清爽的 结果遇到了人渣呸 众人一边替小小打抱不平 一边拿出手机将这一幕录了下来 你胡说陈远哥哥根本不认识你 这时罗罗看不下去了 直接一把将小小推开 他知道陈远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肯定是有人为了陷害陈远 故意请过来做戏的 痛好痛陈远哥哥我好痛 小小被推倒在地 他哭着摸着腹部 不断地叫喊着好痛 突然有人惊叫了起来 完了完了这女孩被摔出大事了 总绯闻前女友被推倒后大出血 落落见状吓坏了 他明明只是轻轻推了一下 根本没有用力 而后方的李家木看着这一幕则是笑了 因为场面越乱他就越开心 这下陈远怕是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因为张小小肚子里的孩子肯定出了问题 这个张小小不愧是戏剧学院的学生 演得跟真的一样浅眉白花 李家木越想就越爽 他似乎已经提前看到 陈远身败名裂的那幅画面了 只是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这女的为了钱倒是什么都敢做 是个狠人啊 陈远这下怕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李家木确信张小小确实有了孩子 但现在为了钱 却直接将自己摔出了大出血 叶少叶寒小姐的生日晚宴马上开始了 闹出太难看的事情影响不太好 虽然燕总身份特殊 但这样也太不给叶家面准了 李家木来到叶少身边 有些煽风点火的说道 李少说得有理 我这就让保安把他赶出去 什么乡下来的土包子 也敢破坏我们大小姐的晚宴 真是太不像话了 此人是夜药组的儿子叶天灵 就是他爹卖给了陈远30架直升机 保安就你们几个 叫你们负责人来 船上有人捣乱把他给我赶下去 这时叶天灵叫住了几个保安 他要让叶天灵将陈远轰下船 以免影响到了大小姐的晚宴 叶少您好请问是谁在NF 我们马上采取措施 此人是刚上任的新船长 但在不久前他还只是个小水手 因为勇敢站出来保护陈远 当场就被陈远提升为游轮的船长 你就是船长吗 叶天灵看着面前向船长的人说道 叶天灵并不知道 这几天游轮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这个小子在NF 赶紧把他赶下去 我最看不起这种欺负女人的RZ 叶天灵指着身后的陈远 在叶天灵看来 刚才就是陈远害的 不认怀有身孕的前女友 还导致他摔得大出血 简直就是RZ中的战斗机 而船长和几个保安健壮当场傻眼 WC这不是老板吗 赶老板下船 这叶家小子在说梦话呢 你晚宴还想不去办吗 船长几人觉得叶天灵疯了 那个您是认真的吗 为了确认是不是搞错了 船长还是小心翼翼地向叶天灵确认 要知道那可是燕总是大老板了 我叶家人说话不好使了吗 今天是我叶家宴会 我让谁滚谁就得滚 我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 魔都是我叶家的地盘 叶天灵嚣张一笑 有叶家当靠山的人 早已养成了跋扈公子哥的习惯 好吧你们几个跟我来 船长见状也不再说什么 带着几个保安就走向了陈远 而叶天灵和李家木则是在身后笑了起来 他们已经等不及看陈远被赶下船的好戏了 船长来了还带了保安 估计要请燕总下船了 真是活该这个大渣男 此刻船长带人来到了陈远面前 在外人看来肯定是要赶陈远下船 燕总名声想又怎么样 今天我叶天灵踩了你的脸 以后我也能名震天下 叶天灵越这么想 就越觉得自己行了 甚至想借着踩陈远的机会 打响自己叶天灵的名号 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 然而众人期待陈远被赶下船的一幕 并没有发生 反而是船长带着几个保安朝陈远鞠躬 并且他们还称陈远为老板 老老老老老老板 燕总恳目的居然是老板 叶天灵当场猛了个弟弟 他怎么都没想到 燕总竟然会是这艘游轮的老板 而自己刚才却还说要把 身为老板的燕总敢下船 这船特么不是董家的吗 陈远这后什么时候 居然把整艘游轮给买了 李家木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突如其来的的反转 属实让叶天灵吓得不轻 那边的叶少想要请老板您下船 请问老板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船长当着叶天灵和李家木的面 直接问陈远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并且还说是叶天灵要让陈远下船 这种小事还需要请示我吗 他想丢我下船 你就把他丢下船 叶天灵一脸云淡风轻 似乎完全没把对方看在眼里 还有边上那个什么李少 老子看他不顺眼好久了 也一起把他丢下去 一听此话 李家木昂贵的西装瞬间开始汗流加倍 陈李少和叶少竟要被丢下船 李少不服结果当场被删了一巴掌 然后两人如死狗般被拖了出去 这一刻李少和路边的野狗没任何区别 面对叶天灵要把自己赶下船的要求 陈远直接让船长将对方赶下船 并且还包括李家木 好的老板我这就办 这整艘邮轮都是陈远的 而作为老板的陈远说的话 船长肯定是无条件听出的 保安队集结 有了老板荡靠山 船长决定大旦一场了 此刻在船长眼里 没有什么李少叶少 有的只是两个想闹事的混子 而他作为船长就是要清扫混子 你们要干什么 都策目不知道我们是谁吗 一瞬间叶天灵和李家木 就被一大群保安包围了起来 两人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本来想搞坏陈远的名声 结果对方反手就吩咐船长赶自己下船 这是我叶家包的船 你们居然敢动我这是没完 叶天灵疯狂大叫他超级不服 如果被敢下船 那可以说脸都要丢紧了 更何况还是他率先想对陈远动手 而李家木更是愤怒至极 他堂堂磨堵李少 如今却要被人敢下船 这让李家木当场怒吼出声 我劝你想清楚再动手 你们大概不知道我的身份 再磨堵我 然而李家木话还没说完 一只硕大的巴掌 就狠狠扇在了李家木脸上 这一巴掌瞬间在空气中扇出了爆响 并且李家木的眼睛 也当成被扇到炸裂 闷多废话老板说了要把你丢下去 你还敢威胁我 面对李家木船长没有丝毫位子 因为他知道老板的实力 绝对不会比在场任何一个人差 在这船长休想有任何人想对老板不虑 兄弟们把他拖出去 随着船长一声令响 一大群保安直接拖住了李家木 要将其拖下船 而李家木还有些没回过神 他整个人都还处于蒙圈状态 我滴个乖乖这也太震惊了 我没看错吧 他居然敢打李家人 威名赫赫的魔都李少 此刻居然像死狗一般被拖走了 在场众人都惊呆了 要知道那个人可是魔都李少 但却有人把他当狗一样扇耳光 就这样李家木和叶天灵 在船长的带领下 被一群保安往船下压去 这可以说是两人从出生起 经历过最耻辱的事情 之前魔都少爷的名号 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因为他们再也不可能雄起 武成功这个小子是真的愣 但也是真的忠心耿耿 回头给他加工资 虽然船长的举动让陈远有些意外 但陈远知道这种忠心之人 肯定要好好对待 燕总你这样做会不会有点太过了 突然一道声音从陈远身后传来 显然这句话有些不满 是对陈远处理叶天灵和李家木的不满 今晚我叶家宴请宾客 不是让你抖威风的 说话之人是叶家的代表 其中一个正是叶天灵的老爹叶耀祖 这艘邮轮正是通过叶耀祖 才被陈远给买下 你把李家木丢出去也就算了 天灵在混蛋也是我儿子 你这样做有点太霸道了 虽然叶天灵确实有些嚣张跋扈 但那毕竟是自己儿子 叶耀祖心里还是有些看不下去 于是想找陈远讨个说法 得了吧老叶 你儿子被李家木这个杂中当枪使 想让我丢仇我这么做算是轻的了 对于叶耀祖陈远还是很客气 毕竟他也算是把对方当作朋友对待 于是和叶耀祖讲道理 况且我让人打李家木又没打你儿子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当着叶耀祖打他儿子 陈远肯定是不会做的 毕竟叶耀祖也算帮了自己一些忙 这种事情陈远做不出来 但那李家木随便打都无所谓了 叶耀祖一听当场清醒 他说的好有道理啊 以他的身份本就没必要 卖我一个叶家旁之的面子 燕总这人还是很厚道的 陈远几句话让叶耀祖瞬间清醒 因为他知道陈远说得很对 如果不是自己儿子想搞事 陈远也不会这样 并且儿子犯了错 陈远也只是赶他下船 并没有动手 这已经是很给自己面子了 明明儿子和陈远年纪相仿 但燕总的为人处事 天灵拍马都赶不上啊 叶耀祖不得不服 燕总这个人真的不是一般人 能和他交好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其交坏 去你的吧 随着一只五十马大脚落下 李家木直接被踹下了邮轮 他四脚朝地这一刻 似乎真的化身成了狗 一只被人随意驱赶的野狗 李少年没事吧 怎么回事啊 明知是得罪叶家了 新秘书秦可言 见状连忙上前询问 他还是第一次见李家木这么狼狈 给劳子滚开 李家木气急败坏 直接对秦可言使出了肘击 李家木干别的可能不太行 但是打自己的秘书 他绝对在行 先是月灵霜 现在又是秦可言 李家木带着破裂的眼镜 无能狂怒 陈远你麻痹的劳子 跟你势不两利 有点意思啊 居然让李家木那个煞星吃了这么大亏 本以为燕总会颜面扫地呢 刚才李家木被山二光赶下船 属实是让在场众人看爽了 燕总不简单的 张晓晓明显是李家木找来的演员 估计是影视成的是要报复燕总 对于刚才的那一幕 一个小伙猜测出了真相 他认为肯定是李家木故意设局 结果燕总压根就不往里跳 这么看燕总能力压几大财法 手段和心智都非比寻常啊 现在陈远在众人心中变得更加强大 不管是手段还是财力 都是顶级中的顶级 无双姐你觉得李家木这个人怎么样 此时在另外一间包间内 一位蓝发女子正看着窗外的大海 向身后的秦无双发起提问 很明显此人身份不一般 有心计有手腕有能力的一个人 19岁进入巨星 十年时间成为李氏的掌舵人 是年轻一辈的翘楚 秦无双一边喝着果汁一边这么评价 而且之前我爸还想撮合我们 但李家木拒绝了见面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拒绝跟我吃饭 我倒是对他很好奇 秦无双好奇的是 究竟什么样的男人 会拒绝和自己吃饭 是这样吗 也许他是在欲擒故纵吗 也许他对你了若指掌 故意勾起你的好奇心呢 女人没有说破 而是一连说了四个假如 在他看来李家木这个人不简单 如果真要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 至少他不会认为李家木是好人 也有这个可能 不过他确定达到目的 我确实对他很好奇 当然秦无双的好奇也只是好奇表面 自然不是好奇多么喜欢李家木这个人 有时候看人不能光看表面 李家是娱乐圈霸主 他收下那么多漂亮女明星 一个人伪装的越好 也许就越肮脏 女人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今天他挺倒霉的 碰到陈远那家伙受了无望之灾 秦无双靠在沙发上净显妖娥妩媚 事实上他这样的女生不管在哪里 都会是人群中的焦点 陈远这个混蛋打了我弟弟 还羞辱李家 魔都世家都快被他得罪完了 真是没见过这样的神经病 秦无双一想到这里就来气 这家伙就像天不怕地不怕一样 得罪的还都是大家族 而且还对我做了那种事 我才不是狗爱慕呢 燕总这个人倒是蛮奇怪的 我看不透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蓝发女人拿起一杯果汁 继续围绕着燕总和秦无双聊 因为他对燕总产生了些许的兴趣 他还能是什么人渣男呗 你看那个张小小都被他害成什么样了 秦无双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准没错 在他眼里陈远就是个抛弃有身孕的女友 然后还到处花心的大渣男 文言女人却是微微一笑 很明心她看事情不单单是看表面 那可不一定 无双姐你不如查一查张小小的资料 也许她是被人安排的棋子 目的就是让陈远颜面扫地呢 女人摇晃着杯中的果汁 露出了浅浅的笑容 毫无疑问这是个有头脑 并且颜值绝对逆天的女人 你就死将吧 我这就打电话让人查 查到让你心服口服 秦无双还就不信了 打算打电话让人查张小小的信息 十分钟后秦无双放下手机 他刚才已经得到了张小小的信息 真让你说对了 这个张小小还真是演员了 而且还是巨星公司签约的 秦无双一脸震惊 这代表张小小确实是被李家木设的陷阱 你看巨星就是李家的公司 所以李家木被他针对也根本不是无望之在 这是燕总在报复他 女人再次露出浅效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猜测没错 燕总果然不简单 原来他是被冤枉的 但他什么也没有解释 一切都是我先入为主了 一想到这里秦无双倒是有些惭愧了 同时秦无双的好感度加二十 目前达到了五十五 李家和燕总的矛盾早就挑拥 李家木这招很阴损 但燕总以力破巧化解了 我现在对燕总这个人开始感兴趣了 陈远自己还不知道 自己又被人给盯上了 而这个人正是夜市财阀长女叶寒 只是让人没想到是 叶寒脸上竟有一圈疤痕 他千金生日宴开始后 他的身姿瞬间吸引了所有男人 可当他露出带有胎记的脸后 立马又被所有人嫌弃 更有人骂他是阴阳脸 当所有人都入座后 小哥开始宣布 我宣布叶家叶寒小姐的生日晚宴正式开始 总算要开始了 接下去叶家的魔独第一名员就要登场了吧 陈远依旧是穿着浴巾 梦梦和洛洛坐在他身边 而陈远则是享受着洛洛的头位 快看那边舞台上 突然有人指向了舞台上 此时有一道身影拿着小提琴走了下来 此等身姿此等非凡的气质 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 此人正是今晚生日宴的主角叶寒 仅仅是从身影来看 就知道他就一位绝世的女子 这也太美了我好恨我结婚太早 好美帝家人真是风华绝代 叶寒仅仅只是刚现身 就瞬间被吸引了一大群男人的注意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的 可是叶寒小姐他 不仅是年轻人 就连大叔都被俘获 这一刻大叔似乎回到了那个夏天 回到了春心荡漾的年华 在众人火热的目光下 叶寒开始拉起了小提琴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演奏一首 感谢大家今晚到场参加晚宴 随着音符不断跳动 叶寒整个人似乎化作成了一名舞者 优美的音乐不断被他制出 给众人的耳朵进行着最美的洗礼 这个琴拉的倒是蛮可以的 不是十块钱听八段的水平 陈远听着叶寒的演奏 直接给出了非常认可的肯定 因为叶寒的水平确实很高 随着叶寒一首小提琴演奏结束 台下瞬间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这一刻叶寒成为了万众焦点 他就是主角 他就是女神 他就是唯一 好听好太好听了 曲子美人更美 如此绝世仙姿不知花落谁家 一想到叶寒小姐会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就心如刀脚 然而在众人各种赞美叶寒的时候 叶寒主动露出了自己脸上的疤痕 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所有人 同时也让所有人看清了他脸上的胎记 一道胎记直接影响了整张脸的美观 仅仅是一瞬间 喝香槟的小哥喝进去的酒当场喷出 因为这实在太过于震惊 这这这特么是什么鬼 刚才还在夸赞叶寒的小哥 这一刻就像见到了鬼 吓得浑身发抖 哎呀这可有点难顶了 难怪叶家一直不让他露面 美玉威霞算了让给你们了 这也太丑了 这就是魔都第一名媛 仅仅瞬间刚才的赞美 就变成了各种嫌弃和议论 这也太丑了吧一个阴阳脸 甚至到最后直接有人对叶寒的脸 发起了攻击 并且这些声音并不小 直接就进入了叶寒的耳朵中 可叶寒依旧是这么看着所有人 没事的寒寒加油 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抓住了叶寒 让他不要放在心上 毕竟露脸出来就已经要做好心理准备 叶寒连忙朝旁看去 因为安慰他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好姐妹 谢谢你无双姐我没事的 叶寒虽然年纪不大 但出生在魔都叶家这种大家族 他的认知眼界和星星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所以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就是我我美或者仇与他们何干呢 他们又有什么资格评价我 叶寒这一刻看透了人形 这种东西实在太虚伪 随后叶寒和父亲开始切蛋糕 作为叶家的千金 叶寒的生日蛋糕高达两米半 可以说是豪华至极了 感谢各位百忙中参加小女叶寒的生日宴会 今天我要借这个场合宣布一件事 此人正是叶家龙华集团的董事长 同时也是叶寒的父亲叶天君 我以龙华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宣布 我会把20%的龙华股份转让给小女 当这句话说出来的那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 从今往后 叶寒将是我叶寿龙华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家千金生日宴禁令有用意 叶寒的父亲宣布 叶寿集团20%的股份转让给叶寒 并且还当场完成签约 我去我没听错吧 叶寿20%的股份差不多3000亿啊 他才多大就掌握了这么多资产 突然我感觉叶寒小姐的脸 好像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了呀 这个叶寒姐姐好可惜啊 也不知道这个脸能不能治好 台下的梦梦看着叶寒的脸 心里感到很惋惜 如果没有那个胎记肯定特别好看 确实不好处理 但我觉得叶寒小姐可能是有意为之 她有自己的想法 可其他人不同 陈远不只是看外表 她认为叶寒有自己的用意 也许是故意这么做的也不是没可能 啊哪有女孩子喜欢自己丑丑的样子 梦梦一听更加疑惑了 毕竟现在的女孩子都是爱美的 更何况是叶寒这种公主般的女孩 怎么能接受自己丑陋的脸呢 我有个猜测但是需要 和她接触接触才能证实 突然陈远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但是必须得互相对话 而对话之后叶寒就会和陈远绑定 到时候通过系统判定的颜值评论 就能得知叶寒究竟是不是一个丑女孩 叶寒小姐这是兵种帝王绿匪 翠你喜欢吗 叶寒小姐这是我三千万 拍下来的王羲之真迹送给你 看到叶寒成为叶家第二长多人后 一大群人纷纷上来送礼八子 叶小姐我倒是没准备什么礼物 但是我准备了一首钢琴曲 希望你喜欢 就在这时一个绿毛突然走了过来 此人是湘江正式家族的郑波 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公子哥 差不多和李家木同级别 弹琴那可真是班门弄斧了 今晚燕总可是在场的 那可是弹琴上过热搜的大神 一听到郑波要弹琴 当场就有人不乐意了 毕竟别人燕总都没说话呢 你还想搁这里弹琴 燕总的琴迹那是出神入化的 我确实很佩服 郑波倒也没有因为反驳 反而表现得有些敬佩 要不咱们请燕总来弹一首如何 突然小哥这么提议 要请燕总来现场弹奏助行 掌声有起 紧接着所有人都开始起火 一只吃瓜的陈远瞬间就成为了焦点 这次他明明只是想低调一点的 但总有人把他往前推 好家伙第一次有人主动邀请我装杯 新鲜了 不过这几个货色看起来不安好心 陈远立马就意识到 刚才两人一唱一和 就好像提前演练过一样 而且这个郑波陈远也听说过 跟李家木走得很近 这家伙怕不是想使坏 一想到这里陈远就放心 让他弹琴就说得通了 燕总大家这么热情 你就上台弹一曲吧 琴无双见大家都开始起火 他也表示让陈远来弹一曲 他也想见识下陈远的厉害 好吧那我现丑了 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了 陈远也不太好拒绝 于是就打算来操作一下 来来来快把钢琴抬过来 见陈远答应郑波立马让人抬钢琴 这操作熟练的不能再熟练 郑波看着这架钢琴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因为这些都在他的计划中 这钢琴我早就让人动了手脚 你小子这次在订了 一想到陈远马上可以吃米 郑波心里都有些想开香槟了 怪就怪你得罪了李少 看着缓缓走来的陈远 郑波激动的甚至想蹦起来 今天叶小姐生日 我用接下来的表演作为礼物 陈远直接说明 这次弹奏就当送给叶寒的生日礼物 但这次不弹钢琴 我想拉小提琴 叶小姐能否借琴一用 一瞬间叶寒整个人都呆住了 陈远竟然还会拉小提琴 并且还当着他这个高手的面拉 难道他的小提琴 比自己拉得还好吗 压千金的颜值 竟是有史以来最高 要知道他脸上还有着疤痕 无法想象这位千金究竟有多美 随着叶寒演奏完小提琴 陈远竟也要演奏 并且还要用叶寒刚刚弹奏的那把 一旁的绿毛正波都看呆了 我去搞什么 他怎么还会小提琴 这个燕总的爱好也太广泛了 燕总也会拉小提琴吗 倒是叶寒对陈远这方面挺感兴趣 他知道陈远会很多东西 但没想到就连夕阳乐器小提琴都会 这让他更加觉得陈远绝非普通人 略懂略懂 陈远低调说着 由于陈远和叶寒进行了第一次对话 所以舔狗行动也正式开始 随着叶寒被绑定成功 他的个人信息也全部暴露了出来 叶寒1米70100斤 对宿主好感度目前为0 最重要的是他的颜值 竟然高达9.7分 要知道这是有史以来最高 而逆袭叶寒后的奖励为 心理学小提琴术法外语等精通 以及峡谷巅峰王者意识等操作 居然高达9.7分有史以来最高分了 带着胎记都能9.7 这个叶寒到底有多美啊 此时此刻就连陈远本人都被惊呆了 他无法想法这个叶寒到底有的 怎么样的美貌 想不到燕总爱好这么广泛 我期待你的表演 叶寒微微一笑 虽然脸上有着一道胎记 但他的笑容却不受影响 隐约中透露着一种极美的气息 甚至哪怕他有胎记也绝非丑女 系统给我强化小提琴技能 当陈远拿起小提琴的瞬间 立马进行小提琴技能强化 他要狠狠地装着拨备 只有这样才能打脸绿毛等人 同时也能让叶寒认识到自己的强大 而陈远也丝毫不行 直接强化了100年的小提琴技能 随着100年小提琴技能强化完毕 陈远直接成为了地球上 拉小提琴最强的男人 此时此刻他要开始表演了 而这把小提琴 通过陈远的手触摸后 就仿佛附魔了一板 散发着一股史诗级的稀有志 让人忍不住想听他弹奏的音乐 哥哥啥时候学会拉小提琴了 我怎么不知道 孟孟和洛洛坐在台下看着这一幕 孟孟非常疑惑 平时他可没见过陈远拉小提琴 所以这搞得他有些蒙底 可能跟他学会围棋的世界差不多吧 洛洛虽然也搞不清楚 但他一直都很清楚一个东西 那就是陈远有些神秘 而这个神秘的东西外人不知道 只有陈远自己知道 在众人的注视下 陈远开始了小提琴演奏 当第一个音符飘出的瞬间 就注定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演奏 因为声音不仅仅是声音 而是开始具象化 恍惚间一道身影从陈远体内报射而出 这是一道骑着战马的战士 此刻他正在迎接他的敌人 而在战士的前方 还有着千军万马 他一人持己孤身超前冲去 哪怕对人有成千上万 他也丝毫不畏惧 战士一己落下 就是一名敌人落地 不难看出这是一位强大的战场将军 随着大将军不断地挥舞场景 不断地敌人也开始倒地 此等所向披靡的身姿 直接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此刻他们全部都有一个想法 好强的气势好重的杀气 这倒地是什么曲子 这这这竟然是古曲霸王破真乐 他居然用夕阳乐器演奏滑鼓鼓曲 一只冷静的叶寒此刻都震惊了 几滴冷汗开始从脸上滑落 他震惊的不仅仅是陈远的操作 还有这个老脸的手法 叶寒发现 陈远甚至达到了演奏的最高境界 一曲入琴以琴画景 即使是我的老师也没有这个水平 现在的陈远已经不单单是在拉小提琴 更像是一位无敌于世间的霸王 于是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陈远最终结束了这场小提琴演奏 随着聚光灯照耀在陈远身上 台下一片寂静无声 而寂静也只是欢呼前的宁静 总当众表演小提琴 竟达到了以琴画景 几分钟的演奏直接获得所有人的掌声 尤其是现场的妹子们 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啊 以后听不到这种演奏我怎么活呀 啊 烟总他真的好帅我好爱 别说烟总是渣男啊 他就算每天家暴我我也愿意啊 现场的吉美们彻底被陈远征服 他的才华完全弥补了一切 对于恋爱脑的妹子们来说这就够了 当然被征服的还有琴无双 此刻他满脸痴迷地看着陈远 即使没有被挨打脸上也泛起了威褒 在琴无双看来 他说简直就是无限接近完美的男人 当众最最最重要的一眼 那就是他被陈远打过 这是最加分的一个地方 而且他的力气真的好大 突然琴无双又想到了挨打的那一天 那一幕幕让琴无双的小脸 不知不觉更加红了几分 同时琴无双的好感度也开始飙升 最终琴无双的好感度停在了85 距离逆袭的95之胜最后十点 而这一幕瞬间就被陈远查获 只是看着85的好感度 陈远就知道自己这小提琴没有白拉 于是陈远露出了和善的姨母笑 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台下的琴无双 两人四目相交 这一刻似乎在场没有其他人 只有陈远和琴无双 本就对陈远好感度特别高的琴无双 被陈远这么直勾勾的姨母笑盯着 他更加无法控制自己对陈远爱慕的心了 如果不是在场友人 琴无双甚至不能确定 自己会做出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哥哥你能不能不要再散发魅力了 当然收获好感度的不止琴无双 还有台下的妹妹 梦梦早就被陈远逆袭 此刻陈远疯狂散发魅力 单纯的梦梦还是没顶住 好感度加了一点 当然陈远得知梦梦又长好感度时 他瞬间就想骂人了 谁长好感度都可以 但唯独不想梦梦也长 毕竟那是陈远的妹妹 但事实又发生在眼前 陈远抱头懊恼不已 我只是想逆袭别人 老妹你别老给我添乱了 陈远恨不得想当场教育一下梦梦 让他不要再胡思乱想 但现在为时已晚 梦梦爱幻想的毛病已经无法改变 在他眼里陈远哥哥就是最帅的男人 梦梦对陈远的感情早已无法控制 如果不是兄妹的关系 梦梦只会更加主动 想不到燕总居然是弦乐大师 真是让我打开眼界了 叶寒接过小提琴对陈远发出夸赞 而陈远则是微微一笑 哈哈都是雕虫小鸡罢了 叶寒看着陈远的背影陷入了思考 很明显刚才陈远的操作 让叶寒对陈远的兴趣更大了 毕竟身为叶家千金 他的眼界自然也非常高 而才华横一又帅又多金 还带有一丝神秘的陈远 自然而然成为了叶寒关注的对象 看似疯癫不羁 实则胸有锦绣 这个人真的好有趣 这是叶寒对陈远最真实的感受 他使真心觉得陈远很有意思 他灵魂级别的演奏堪比琴摸帕格尼远 即使是我的老师也无法企及 在叶寒眼里陈远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是一个堪比传说级人物的男人 也许更甚 想着想着叶寒的好感度终于有了动静 从零点提升到了十点 虽然很少 但对于叶寒这种女人来说 十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陈远走下台的时候 一道身影突然看向了他 这是一个黄头发的女人 她竟是汤城一品陈远的邻居 也是当今的影后江曼颖 江曼颖心中在想 这个男人却说有渣的本钱 不只是土老板这么简单 想着想着江曼颖的好感度开始提升 目前刚好达到了零点 倒是有点真才是学 和传闻中不同 看着陈远的背影 江曼颖下意识地发出夸赞 而江曼颖身旁的男友立马就不爽了 那又怎么样还不是渣男一个 使乱中气的男人最没中了 听到女友在夸别的男人 这让小哥有些破防 于是疯狂开始言语攻击陈远 对对对别人再优秀 也比不上我一心一意的男朋友 我最喜欢闻东哥了 见男友有些生气 江曼颖连忙拉着男友的胳膊红 他别生气 两人在大学期间就相恋 对于这段感情江曼颖非常珍惜 这次晚宴有很多大导演和大制片 我带你认识认识 对你的事业会有帮助 原来江曼颖产生晚宴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帮男友结交人脉 毕竟现在他男友算是吃软饭 嘿呀这不是郭导演吗 好久没见了我经营一辈 这时江曼颖来到一个导演身边 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哦是江小姐啊 最近拍了什么新戏吗 都是业内人员 导演自然也是聊起了拍戏相关的事情 此人是知名作家编剧导演郭小六 嗨一直在家闲着呢 这不问问郭导音这边 有没有合适的角色呀 郭小六听完瞬间歪嘴一笑 我这边女主角已经有人了 但还有个女五号是个丫鬟 江小姐有兴趣吗 面上恩爱的影后和男友 实际上影后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而热心的烟总察觉到了这一点 打算给影后一个机会 就当是邻居间的帮助 落魄的影后将曼颖参加宴会 本想找导演寻个好角色 却被告知只能演路人丫鬟 江小姐你的演技我是认可的 演女艺没有任何问题 但我这边几个重要角色资方都敲定了 所以你懂得 郭小六微微一笑 表示只有丫鬟的戏份可以演 而江曼颖作为曾经的当红影后 如今听到只能演个路人丫鬟 他心中确实有些难以接受 这一刻他有些纠结了 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接 毕竟他现在也确实没戏可演 郭导您在开玩笑吧 我家曼颖可是拿过柏林和威尼斯双影后的 你就让他演个小丫鬟 江曼颖的男友文东一听立马就不爽了 而江曼颖连忙让男友不要说话 对不起啊 郭导我不是这个意思 江曼颖连忙替男友向导演道歉 毕竟对方也是个知名导演 自己还是得罪不起的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这边确实没有很适合你的角色 郭小六也不生气 只是说没有好的角色可演了 实际上郭小六心里想的是 就算你是影后又如何 巅峰时期都谁有 人还是要看清现实才行 这时郭小六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 而且曼颖啊 我得告诫你一句话 人要认清现实 也要认清楚身边的人才好 此话一出 文东瞬间惊出了一身汗 很明显他的反应有些过于夸张了 说完这些郭小六就离开了 同时他也在想 这个江曼颖也算是个王诈开局 怎么就看上这样的草包了 为了他还拖累自己事业 真是一副好排打的稀巴烂 其实郭小六拒绝江曼颖的理由还有一个 那就是江曼颖的男友 文东你刚才干嘛这样说话 这样会得罪人的 江曼颖有些生气地朝男友殉职道 而文东则是表示 我就是看不得你受委屈 你是影后啊 怎么能演丫鬟 曼颖你别演戏了 大不了我养你 文东你真好 江曼颖感动得直接扑进男友怀里 而文东连忙轻声说着 你可是我最爱的仙女 我对你好也是应该的 此刻两人抛开身份来看的话 绝对是令人羡慕的情侣 曼颖咱们也谈了这么久了 也该那个了吧 不如今挽救 趁着气氛不错 文东突然提起了一个要求 不行的文东 我们还是等订婚之后吧 我们说好了的 一听男友又说那个 江曼颖连忙红着脸拒绝了 因为两人约定好 要等到订婚后才可以 曼颖你这也太保守了 两年了我都快憋不住了 文东实在是等不及了 守着仙女般的女友 却无法品尝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文东我知道你忍得很辛苦 但咱们还有一个月就订婚了 拜托你再忍一下就好 说完江曼颖奖励了 男友一个波波 而文东也回应 好吧好吧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谁让我这么爱你呢 哼劳资再忍一个月 等是成劳资你甩了你 这一刻文东的真面目彻底曝光 反正我已经搭上了马家小姐 江曼颖你现在落地凤凰布鲁基 对我没有了利用价值 文东此刻如同一只恶魔 他现在之所以待在江曼颖身边 只是为了品尝果实 这时一旁的陈远注意到了江曼颖 刚才江曼颖和郭小六的对话 他也听到 这不是我那个女明星邻居吗 居然落魄到要演丫鬟 梦梦你去找江曼颖 把我的名片给他 告诉他想约戏 可以去一趟我的影视城 我可以给他投资拍戏 陈远作为热心肠又是好邻居 打算出手方江曼颖一把 怎么说对方也是自己绑定的对象 好的哥哥 梦梦应下后就朝江曼颖走了过去 此时江曼颖还在和男友聊着天 殊不知一场机缘即将降临在他身上 江曼颖虽然有点过气 但名头比高悬颖可想多了 如果能来我这边拍戏 还是有很大广告效应的稳赚不赔 以陈远的能力 可以直接将江曼颖再次推向巅峰 这对影视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了 蔓颖姐姐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你隔壁的邻居 这时梦梦来到江曼颖面前 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我哥让我把这个给你 还说他可以帮你投资电影 感兴趣的话给他打电话吧 江曼颖仔细一看 名片上写着寂寞一支烟 是烟总的名片 这竟然是烟总的名片 结果名片的瞬间 江曼颖有些心动了 烟总负面新闻迎来反转 汉城女新出面替烟总发声 他曝光了张晓晓的真实身份 而幕后抹黑烟总的人 正是魔都李少 叶寒生日宴结束后的第二天 李家木和另外三人 坐在金融大厦内 本来昨天准备好了 有问题的钢琴让他出丑 谁知道这小子居然会小提琴 真是让他出风头了 绿毛正波越想越气 他和李家木是一伙的 昨天准备坑陈远一波 结果不但没坑到 还让陈远再次获得一大波人气 没错最后就连龙华的 董事长叶先生 都给他发了名片 你们表现得太明显了 是个人都看得出是陷阱 他这么狡猾 怎么可能往里跳 最不爽的还是李家木 但现在最冷静的人也是他 少爷不好拉网上的 浮面新闻反转了 就在这时新秘书秦可言 突然冲进了办公室 似乎有什么很重要的急事 少爷您快看看吧 秦可言拿出了一个平板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发现了一个重大新闻 这件事足以让李家木吐息 新闻标题依旧是 渣男烟总的真实面目 但这次视频里不同的是 出现了一个新的人 老板烟总的所谓负面新闻 从内容能看出来 高璇宁是站出来为陈远发声的 在这里我替我敬爱的老板烟 辩解几句 李家木一看立马就有些急了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 这件事经不起查 更经不起在网上发酵曝光 不然到时候他做的事 就会彻底被人知道 爆料人张小小根本就是个演员 高璇宁一边说 一边打开张小小的相关资料 这个张小小签约了巨星传媒 要知道巨星传媒的老板正是李家木 其实光是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这件事里面的猫腻了 高璇宁继续翻阅张小小的资料 张小小私生活复杂 说是演员实际上是个外围女 而且她一直活跃在包邮区 而烟总这几年一直在胡大 两个人怎么可能有交集 这一切背后有人在指示 高璇宁说的虽然云淡风轻 但很明显这是爆炸性的发言 而这个人就是一切的始作俑者 抹黑烟总的幕后黑手 当这些话说出来后 李家木整个人都开始紧张得汗流不止 他就是魔都赫赫有名的李家木 同时也是巨星的老板 在娱乐圈之手遮天 李家木担心的事情终于成了真 高璇宁果然他把做的事情给曝光了 我之前做小三的黑料也是他一手炮制 烟总为了保护我被他记恨 所以才有了最近 这一系列针对他的恶性负面新闻 高璇宁将事情的一切来容去卖 全部说清清楚楚的说了出来 当听完这些话 李家木急得直接炸了 他当场将手机摔在了地上 让公关部门去砸钱 把视频给我下架快点 李家木也步步的起他了 他只希望快点下架视频 让更加少的人看到 不然他的名声会彻底臭点 依依已经联系过了 但是对方拒绝下架视频 秦可言有些紧张地说着 很明显他也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你说什么对方竟然拒绝下架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 让李家木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然而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秦可言又打开了另一个新闻 而且视频也不止这一个 现在热度最高的视频是这个 当看到热度第一的内容时 李家木直接紧张地说不出半个字来 如果说刚才的内容 是让李家木名声变坏 但现在的内容则是能让李家木致死 恶不得我劝你们想清楚再动手 要知道再磨度我 最烟肿的李少下场有多惨 一个电话他所拥有的一切全部消失 秘书把热搜视频拿给李家木看 我劝你想清楚再动手 你们大概不知道我的身份 再磨度我 然而画面中李家木话还没说完 就被人狠狠扇了叶尔光 这是当时在邮轮上的一幕 现在在网上成为了热搜第一的坏了 嫩更多废话老板说了把你丢下去 你还敢威胁我 小弟们把他拖出去 画面中的李家木被人干碎了小眼镜 可以说是狼狈到了极点 这幅画面让人和魔都李少 完全联想不到一起去 这个视频是今天的热门第一 我猜应该是烟总想要整名 秘书秦可言大概猜出来了 毕竟李家木和烟总一直有恩怨 并且关于您在叶家晚宴被赶下船 外界很多人猜测是您与叶家结院 叶家墨许烟总赶你下去的 秘书秦可言紧张地分析着这些 所以现在魔都的大部分上层人士 都站在叶家那边 打算孤立咱们 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李家木整个人都开始汗流加倍了 马德中计了还是连环计 李家木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从上船就被盯上了 这笔早就等着机会要报复 李家木觉得烟总之前看起来吊儿郎当 实际上心机很深 一直在找机会报复自己 经过这一番操作就算我没跟叶家翻脸 别人也会以为我跟叶家翻脸了 想着想着李家木表情开始变得争鸣扭曲 他慌了彻底慌了 要知道那可是叶家呀 魔都最强的超级大家族 想到这里李家木眼里充满了绝望 哎呀李哥一点抹黑罢了 没什么大问题的 对啊对啊您这样的人 何须在乎他们的看法了 绿毛三人见状连忙开口安慰 只是这安慰的话 听起来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很明显李家木知道这不是小事 这件事关于道的问题还严重了 于是李家木急忙说道 你们懂个屁我 然而李家木话还没说完 身旁的一个电话就响了起来 这不是打网李家木手机的电话 而是一个特俗的坐机电话 很明显打电话来的人不是普通人 李家木也很清楚 他大概知道已经出大事了 所以他接电话的手臂都在颤抖 这是发自李家木内心的恐惧 这是即将面对危机的恐慌感 喂爸 李家木接起电话 原来这是李家木父亲打来的 也是如今李家的掌舵人 现在老爹打来电话 李家木已经知道这件事严重了 你最近休息一下吧 我会找人接替你的位子 电话那头没有多余的废话 直接让李家木休息一段时间 并且会找人取代李家木现在的位置 很明显这对李家木来说 是致命性的打击 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已经离他远去 看着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的李家木 绿毛三人也知道 这件事绝对出了很大的问题 三人也不再嘻嘻哈哈 然后同一个想法出现在三人心中 阿里格那啥我家里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对对对我也先走了 意识到问题不对劲后 三人直接开溜 不然这么下去肯定会引火烧身 所以大男临头哥自飞才是正解 三人没有丝毫犹豫离开办公室 哼想不到我李家木 也有树倒胡孙散的一天 这一刻李家木竟然有些平静 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一切 而秦可言依旧站在李家木身边 这个总裁不做也罢 我还有自己的小金库 里面有千亿资金 我还能东山再起 又又又又又又后悔了 他甚至不愿承认自己叫林书童 又是一年胡大开学季 此时很多新生来到了胡大 看着很多进入学校的新生新面孔 前女友林书童不禁有些感叹 又到了开学季 只是现在的林书童没了以前的欢乐 没有其他愿意 因为林书童无时无刻不再后悔 那个曾经一直追逐她的人不见了 想当初陈远背着包提着行李箱 来送林书童进学校 曾经的林书童根本就没珍惜过 直到现在才幡然醒悟 总是在叹息和后悔中 她多么渴望能回到陈远身边 但这似乎不太可能了 因为林书童的败经行为 才成就了如今的陈远 所以对于林书童 陈远早就没了任何形势 曾经的那个舔狗陈远已经彻底死去 学姐你好打扰啊 就在林书童陷入回忆时 一个年纪较小的女生 突然来到林书童面前 并且欢乐地打起了招呼 请问你认识陈远学长吗 就是燕总 我们是为了她报考这个学校的 原来是两位大义新生 并且他们报考胡大的墓里 竟然是因为陈远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燕总的狂热粉 学姐你认识燕总吗 事实上这也不算奇怪 陈远的名声在网络上早就传开 只要稍微出手就能耕顶热搜第一 说是国民男神都不夸张 陈陈陈远吗 我我我当然认识了 林书童直接就被问住了 她尴尬得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能假装地挤出一丝笑容 啊真的吗真的吗 他人怎么样帅吗 我能跟他吃个饭吗 很明显这大义新生是陈远的花痴小迷妹 你好贪心哪还想吃饭 我有一张合影就满足了嬉戏 两姐妹都是陈远的迷妹 平时经常一起谈论燕总 这次来胡大也是一起的 这两个女生年轻又漂亮 一身行透加起来怕是小十万了 想和陈远吃个饭合影居然是奢求 虽然陈远现在有钱了 现在林书童依旧很穷 以前她总是求我一起吃饭 我都懒得搭理她 曾经的陈远在林书童面前 是那么的唯唯诺诺 想一起吃个饭都要看林书童脸色 每次合影我也会偷偷删除掉 可以看到曾经的林书童 对陈远是多么的嫌弃 不管陈远对她再怎么好 这些只是因为陈远没钱 但现在陈远有钱了 林书童却后悔了 陈远她真的这么好吗 林书童好奇地看向两个女生问道 她想从别人口中听听陈远 虽然林书童知道陈远现在 各方面确实都很好 那当然了年少多金风流倜傥 我想给她生猴子 而且她特别痴情 曾经追了一个女生三年 可惜这个女的有眼无珠气死人 爱对了学姐你认识林书童吗 突然女生把话题聊到了陈远前女友身上 她发现这个学姐对学校内的很多东西很熟 啊不不不认识 林书童又被问住 她怎么可能不认识 因为她自己就是林书童 但这种事又怎么可能说出口 毕竟她就是学妹口中的那个坏女 我要是见到这个林书童啊 一定要狠狠教育她 陈远学长追了她三年时间都为了狗 学妹一脸愤恨 对林书童这个人讨厌到了极点 呵呵那个我还有点事 林书童不想待在这里了 她只想赶紧离开 离开得越远越好 不然她会原地崩溃掉 林书童 但就在林书童准备离开时 一道声音突然叫住了林书童的名字 辅导员喊你一会去她办公室呢 这是一个女生过来通知林书童 而林书童则是被叫的当场汗流加倍 脸上瞬间流出了几滴冷汗 至于那两个学妹 则是早已长大了震惊的嘴巴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眼前这个学姐竟然就是林书童 就是那个曾经对陈远爱达不理的前女友 等反应过来后 两人同时开口叫出了声 学姐原来你就是 我不是我不是 还没等两人说完 林书童直接打断了两人的话 她疯狂地否定自己林书童这三个字 她疯了她崩溃了她又后悔了 于是林书童逃离了 她回到宿舍才敢大声哭泣 我只是想找个条件好的有错吗 无无成远我好后悔啊 于是就在这时 舔狗对象林书童好感度突破99点 女友的母亲重病急需用钱 想要治好需要一百万 于是没钱的前女友把目标放在了鱼塘里 结果没一人愿意给她这笔钱 最终绝望的前女友打开了烟总的好友 此时林书童正躲在宿舍里哭 因为刚才她被两个学妹搞到破房 于是只敢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 这种总是在后悔中度过的日子 对于林书童来说也非常煎熬 如果可以她真的很想回到陈远身边 但显然现在的她早已没了资格 就在这时林书童的手机响起 是姨妈打来了电话 书童你妈妈病了快来医院一趟 这道消息如果晴天霹雳 本来还在伤心痛哭的林书童 此刻心底陷入了绝望 这道消息实在是太过于噩耗 片刻后林书童来到了汉城同级医院 这里是非常顶级的医院 林书童马不停蹄地来到重症科 小姨我妈到底怎么了 林书童抓着姨妈的秀领问道 明明之前妈妈都还是好好的 书童你别担心医生正在检查呢 姨妈安慰林书童不要担心 也许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呢 也许只是虚惊一场 紧接着姨妈说起了发病原因 还好我今天去找姨妈发现她晕倒了 我赶紧叫了救护车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妈妈身体一直都挺好的 皱眉会突然晕倒呢 林书童有些无法接受 在她印象里妈妈身体一直都还可以 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在地 肯定有什么情况 医生我妈妈怎么样了 林书童见到医生出来 便连忙上去询问 她很想得到一个好的消息 不然她会真正的崩溃掉 你是黄秀娟的家属吧 病源的情况比较复杂 通过血样检查基本可以断定 说到这里医生停顿了一下 基本可以断定是白血病 而且已经到了终晚期 这种病堪称绝症 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治疗 只是需要移植骨髓 当这些话说出来后 林书童和姨妈彻底陷入了绝望 这实在是噩耗中 一个月内至少需要凑出50万的手术费 不然病人的生命会有危险 医生并没说不能治疗 只是至少需要50万的手术费 50万您说50万 就可以治好我妈妈对吗医生 这一刻林书童似乎抓到了救命稻草 只要有机会治好妈妈 林书童一定会拼命去争取的 那也只是能控制 想要彻底治愈至少需要100万 医生根据病人的情况 最终说出了这么一个数字 当听到100万的时候 林书童整个人都猛了 他哪里有什么100万 这笔钱对他来说实在是天方夜谭 虽然陈远的逆袭对象都很有钱 但林书童依旧很穷 实在是不可能拿得出100万 我哪里来的100万啊 林书童绝望了 他浑身上下也就几万块钱 短时间弄来100万 林书童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想办法 林书童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染上了补薄 欠了一屁股债后就拍拍屁股跑了 当时年幼的林书童 整日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 于是林书童发声要逃离原生家庭 要成为人上人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就算是靠男人他也 于是长大后林书童就变得很败金 因为只有这些东西 才会让他感受到安心 但同时他也失去了 曾经爱他如命的男孩陈远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帮到我 林书童打开手机 翻出了鱼塘里曾经养的鱼 虽然他已经很久没养鱼了 十分钟后林书童一言不发地蹲在角落 很明显他失败了 现在的林书童可以说的绝望到了极点 男人果然靠不住 即便如此林书童依旧想的是靠别人 思想依旧没有彻底改变 和以前并没有太大改变 最终林书童打开了陈远的好友 这是曾经最爱林书童的男孩 但现在早已经非西比 难道我要舔着脸去求陈远吗 林书童想到这里浑身颤抖 甚至有些想哭 总的排面究竟有多大 当他乘飞机从魔都回到汉城后 汉城机场早已围满了人 这些全部都是陈远的粉丝迷媚 今天机场人怎么这么多呀 是有明星吗 一个大妈问向旁边的小伙 小伙回答道 听说是土豪燕总会汉城的日子 大家都来瞻仰第一神豪的风采啊 燕总你是说那个长得特别帅 还会弹琴的燕总吗 哎呀妈呀我老喜欢他了 大妈一听是燕总要来 瞬间化身成了老年迷媚 并且还挤进人群疯狂大喊 燕总出来没有快让我瞅瞅 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陈远的名气究竟有多大 早已超过了明显的热度 达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巅峰 太夸张了居然这么多人来接机 早知道不那么梦梦装杯了 作为当事人的陈远本人 却显得有些小甘大 主要他有些不太习惯被这么围观 你算了吧像你这样优秀的男人 是藏不住的 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 快点上车吧 是副会长赵玉琪 他开车来接陈远了 那不是燕总吗 突然一个小伙发现了陈远 是这次接机的主角陈远 他竟然要偷偷溜掉 快来这边燕总在这里 发现燕总后 笑花直接使出了吃奶的劲疯狂大叫 让大家全部过来 副会长快快快开车 陈远见状当即吓出了一身冷汗 连忙让赵玉琪开车 这要是被围住那恐怕是走不了了 于是赵玉琪一脚油门踩下 上千万的超跑瞬间加速冲出人群 避免了败包围的劲底 老公你这次回来是干什么呀 突然赵玉琪红着脸叫陈远老公 要知道他以前可没这么叫过 陈远摘下帽子松了一口气 然后一脸放松的回应 学校里联系我搞个讲座 也学弟学妹们做个榜样 也给学校打打 等等你刚才喊我什么 突然陈远发现了不对劲 副会长竟然叫自己老公 这啥情况 陈远当即就被惊得脸红了 老公啊有什么问题吗 赵玉琪毫不在意的再次叫老公 就好像这么叫是应该 并且很正常的叫法 此时红灯亮起超跑停下的同时 陈远也在想赵玉琪的话 你居然喊我老公 陈远再次问了一遍 对不起是我过界了 是我太急于推进我们的关系 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对不起 赵玉琪以为陈远生气了 于是连忙道歉 不应该急着叫陈远老公 他已经龙腾四海笑傲四方 而我只是汉城这个小地方 一个普通女孩罢了 可能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突然赵玉琪发现自己说错了 自己并不是普通女孩 而是一个比较有钱美丽的普通女孩 事实上这已经跟普通没关系了 千万超跑加大猫公司一点都不普通 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突然陈远一把扭过了赵玉琪的脸 和以前一样赵玉琪依旧很爱幻想 我要是不喜欢你 怎么会单独让你来接我呢 被陈远这么一说 赵玉琪整张笑脸当场就红了起来 现在赵玉琪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好劲实在是太近 自己要完蛋了 想到这里赵玉琪直接闭上了眼 不再去想后面的事情 然而就在陈远准备进一步进攻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 竟有人在关键时刻 给陈远打来了电话 我去搞什么鬼啊 这个时候打电话 陈远一脸愤怒的拿起手机 他要看看是谁坏自己好事 当陈远打开手机一看 竟然是前女友林书彤 他居然给自己打来了电话 总被胡大邀请上台演讲 但黄毛却质疑燕总的前来路不明 此时刚回汉城的陈远 就接到了林书彤打来的电话 老公谁打来的呀 赵玉琪好意地问了一嘴 直接挂断了林书彤的电话 是林书彤打来的 估计是借钱的吧 还是不结为好 陈远知道林书彤是什么人 给自己打电话肯定又是为了钱 对于林书彤陈远是真的不想理睬 万一不是借钱呢 人家说不定是找你复合呢 赵玉琪微微一笑 作为女人她觉得林书彤 肯定还有其他想法 复合就更不可能了 过去的就过去吧 我不是从前的我 她也不是从前的她 和林书彤复合陈远想都没想过 这种女人哪怕是跪田 陈远都不会答应 往事如烟不过些许风霜罢了 陈远看着窗外发出了一句感叹 这直接让赵玉琪都看呆了 就在这时陈远的手机再次响起 有人发来了信息 陈远对不起我找你真的有急事 能不能借我一百万 我一定会努力还你你的 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原来是林书彤来找陈远借钱的 陈远打开一看 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 这林书彤没事不会找自己 只有需要钱的时候才会找自己 和以前没任何区别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又是借钱 她上次就是这样骗了我五万 陈远直接把聊天记录拿给了赵玉琪看 她要告诉赵玉琪 林书彤就是这种女人 老公一样的借口不会用两次 她这次可能真的有事呢 同为女人的赵玉琪 觉得林书彤也许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可能这次是真的有事 那也没用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当我提款机案没门 虽然陈远现在非常有钱 但她却不愿意再给林书彤多花一分钱 因为林书彤真的很让陈远厌恶 绿灯了咱们走吧 随着陈远一声令下 超跑便朝胡大使去 片刻后胡大门口 此时这里人山人海 不仅有新来的学弟学妹 还有很多围观的其他学校学生 听说了吗 燕总今天要来开演讲会了 很多人是听说了这件事 才聚集在了胡大门口 真的吗 可以近距离看到燕总了 不过听说好像要胡大学生才能进去 是啊 现在胡大学生正被炒到上万块了 该死的黄牛 两个外校妹子也想进胡大 但却没法进去 两位美女需要帮忙吗 就在这时三个熟悉的小伙走来 并且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你们谁啊 妹子并不认识这三个人 于是开口询问对方是谁 燕总跟我们一个请示的 我们是铁哥们 说着小伙打开了一张合照相口 原来三人是燕总的室友 虽然陈远已经搬出去住了 但偶尔也会在宿舍住 并且他和三个室友的关系也非常好 他给我们留了叶皮票 可以带人进去 怎么样加个好友认识一下吗 说着小伙就打开了手机 他的真实目的是和妹子交朋友 啊真的吗 我扫你吧 两个妹子一听和燕总认识 当即就眼里泛光来了兴趣 因为燕总是他们的偶像 就这样室友三兄弟 将两个女生带进了校门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 和女生这么近距离接触 要知道曾经的他们可没这种机会 原子你是活菩萨呀 要不是因为你 哥们这辈子哪加得上这种等级的妞啊 但正应有了陈远的光环 所以现在室友也能认识这种级别的妹子 甚至有可能能发展为更亲密的关系 片刻后演讲塞内响起了声音 我们有请知名校友燕总 陈远上台演讲 大家好我是陈远 胡大文学院大肆赛读 很高兴站在这里 分享我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燕总那些钱来路不干净吧 就在陈远准备继续演讲时 突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了出来 你有胆量公布绝财产来源吗 此刻一个黄毛开始大声质疑陈远 此人竟是曾经的胡大篮球小王子 但后来篮球比赛输给了陈远 之后属于他的光环也被夺走 完了前女友竟然不想活了 绝望的他打算一跳了之 胡大陈远的演讲会上 黄毛让陈远公布财产来源 有本事你把你财产来源公布出来 黄毛恨透了陈远 他可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好机会 你小子三番四次落我面子 还提我出拳 看我怎么让你在母校同学面前颜面尽失 这不是唐家那小子吗 来报仇的妈真是可笑 陈远发现是之前被自己吊打的黄毛 心里顿时就笑了 让我公布财产这位同学 不知道你卡里存款数是多少 你名下几套房几辆车 你家里资产具体又是多少 陈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 这都是个人隐私啊 我凭什么要公布给你看呢 而且我作为商人 这些也是商业机密哈哈 陈远的一番话说完 台下瞬间响起了笑声 众人都在笑唯独黄毛不笑 因为这番话相当于再次打了黄毛的脸 这让他怎么能笑得出来 该死居然被他用诡辩混过去了 黄毛越想就越气 他打算再次发难让陈远难堪 但你作为富豪却只会给女主播刷钱 在互联网上炫富 这是不争的事实吧 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又是否正确呢 黄毛直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他今天就是要让陈远下不来台 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代表胡大来演讲 黄毛几乎是咆哮地吼叫了起来 因为他是真的非常痛恨陈远 这不是演戏能演出来的 是要烟总好像确实很舍得给女主播刷钱 而且一刷就是几亿十几亿地吓死 每次看到他刷钱的新闻 我都极度地要死 黄毛的煽动言论一出 台下瞬间就引起了一阵附和议论声 学聪明了 打算利用仇富心理借助其他人来攻击我 陈远笑了 这种小技巧他随便就能搞定 简直是张飞吃豆芽般简单 你说得很对我确实有些为父不仁 因为年轻很多问题考虑不周 没有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 我宣布我将以个人名义注资一百亿 成立私人慈善基金会 从现在开始 所有汉城的重症患者 都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 面对黄毛的质疑陈远直接顺着来 此话一出台下瞬间安静了下来 因为陈远的话实在太过震撼 要知道那可是一百亿啊 而且这笔钱还是用来帮助重病患者 这足以抹掉他爱刷钱的小问题了 陈远你有种该死啊 我居然拿他毫无办法 此刻黄毛再也说不出半个字 因为陈远的操作让他彻底哑口 再也没办法找外 燕总好样的燕总你是我们的楷模 一瞬间台下响起了欢呼声 很明显陈远的这波操作 再次让他获得了大量好感 这也说明现在的陈远 已经一两句谣言就能落人口舌的 与此同时汉成某处高楼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 在大楼顶部竟有一个人影 他坐在楼顶的举动非常危险 吴吴陈远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原来是林书彤 此时他蹲坐在楼顶一直在哭 他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快要崩溃 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崩溃了 如果妈妈的病没治我也不想活了 面对妈妈的绝症陈远的不理睬 林书彤绝望了 他甚至已经无法面对接下来的人生了 因为陈远现在实在太过耀眼 不管在哪他都能看到陈远闪耀的声音 而每当这时他内心都会无比痛苦 想到这里林书彤下定了决心 再见了我的青春 再见了我的遗憾 再见了陈远 他来了 第一个满脊舔狗终于出现 他对天发誓愿为烟总献出一切 哪怕是生命 母亲的重病陈远的不理睬 让林书彤陷入了绝望 他打算离开这个世界 但就在踏出的那一刻 林书彤还是犹豫了半分 因为在这时有人打来了电话 虽然林书彤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但他心里还是有挂念的人 林书彤觉得自己至少需要让有些人知道 仔细一看是姨妈打来的 虽然林书彤不知到姨妈为什么打电话过来 但林书彤还是决定跟小姨道个别 也让她给妈妈捎句话 做完这些后 林书彤就打算一跳而下 此生再没牵绊 彤彤你妈妈有救了 医药费不需要咱们付了 林书彤刚接通电话 那边就传来了姨妈激动的声音 这些话让林书彤当场震惊 她怎么都没想到 姨妈竟带来了这种好消息 林书彤正是因为没钱才想死 但现在妈妈有救了 那不就代表自己不用死了 小姨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姨妈回应 好像是有个富豪给医院捐款了 咱们可以免费治病了 叫什么烟总的 这事都上电视了应该不会有假 魏彤彤你有在听我说吗 当听完姨妈的话后 林书彤立马从危险的天台离开 这一刻她整个人仿佛获得了新生 因为这实在是太过救命 救了妈妈的命 同时也救了林书彤自己的命 无无沉远我就知道 就知道你没有放弃我 你心里是有我的 林书彤跪在地上眼泪不断滑落 她确信陈远心里还有自己 君不气切不气 我林书彤再次起誓 甘愿为陈远付出我的一切 哪怕是生命 就在这时林书彤好感度再次加一 终于是达到了一百 而林书彤也是第一个满击田狗 就在林书彤起誓的瞬间 晴朗的天空瞬间下起倾盆大雨 同时无数道闪电也跟着砸落 就像是老天接受到了林书彤的誓言 然后给予回应 书彤你怎么了 你们下雨了吗怎么打雷了 陈远又是谁啊 说话呀书彤 与此同时汗城大雪 明明是大晴天 却有巨大的雷声响起 搞什么鬼大晴天的居然打雷 是哪个渣男家女又在发射了 陈远一脸难闷 这大晴天不下雨却打雷 实在有够奇怪的 但就在这时 林书彤满极好感度的提示 终于被陈远接收到 恭喜宿主舔狗对象中 首次出现满分舔狗 此舔狗对宿主真心不二为命是从 我去满极舔狗并且还是林书彤 我不是拒绝它了吗 怎么还长好感度啊 宿主第一次培养出满极舔狗 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系统升级 本次升级将开放强化点使用权限 宿主获得强化点可以对舔狗对象的颜值 健康身材三种属性提升 强化颜值凭啥我并不能强化自己啊 难道我就不能再刷一点吗 陈远发现这系统有缺陷 和以前一样钱只能给女人花 现在是强化颜值也只能对女人使用 就在这时陈远的手机再次响起 打开一看又是林书彤打开的 陈远觉得就算是满极舔狗 自己也不会原谅林书彤的 不过考虑强化点和贡献点变化可以接一下 未有事就说我很忙 陈远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了 知道我妈妈生病 你捐款一百亿给医疗机构 以后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贵 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我的身心全属于你 你就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人 林书彤语速极快 当场把想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 这些话让陈远当场傻眼 等等你误会了我不是我没有 但还不等陈远解释 林书彤就挂断了电话 只留下满头大汗有些傻眼的陈远 虽然是第一个满极舔狗 但陈远似乎并没有那么开心 甚至有些空虚家无语 我去这就是满极舔狗吗 简直恐怖如斯啊 完全被洗脑了呀 想到这里陈远不禁更加满头大汗了起来 应有成为第一个满极舔狗后 直接发誓愿意为陈远献出一切 这让陈远觉得以后一定要谨慎 林书彤这样感觉精神状态都不对了哈人 就在陈远准备回家时 他的手机再次响起 不停地有人打来电话 我曹又特么是谁 我只是想回家而已啊 陈远急了我也炸了 特么的一直有人打电话实在太水 仔细一看是楚玉木 陈远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久不见 他突然打电话来的目的 难道是因为之前送直升机 听说他从刑警队辞职了 这女人官方背景深厚 倒是很适合做我基金会的主席啊 我可真是个天才 不但能刷钱还能获得官方好感 真是一举两得 这个基金会 我不刷的几千亿是不会罢休的 一想到这里陈远就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哎呀这不是楚小姐吗 有什么事能帮到你吗 想到这里陈远换上了一副好态度 跟楚玉木打起了招呼 没什么只是收到你的礼物后觉得太贵着 想找个时间退给你 你什么时候方便 哎呀礼物的事情再说 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个饭 楚玉木发现不对劲啊 这还是陈远嘛 难道吃错药了 突然变得这么温柔 以前可是对自己爱答不理的 难道陈远一直以来接触我都是有目的的 想要利用我官方背景 直升机也是贿赂 好吧明天下午五点半照四私房菜 我有些事正好跟你说清楚 就这样两人约好了吃饭时间 挂完电话陈远发现有些不太对劲 陈远发现楚玉木似乎有些不太开心 就像是吃错了啥东西上火啊 说话语气有些冲冲的 我就知道这些男人都一个样 对我奉承或者欲擒故纵 都是因为有有个书记列 不论如何明天我都会明确拒绝他 飞机也要还给他 想到这里楚玉木好感度减十 母亲好感度为八十 我今天特么是犯太岁了吗 怎么整个世界都在针对我 大姐你将好感度是为什么呀 我又是送礼物又请吃饭的 陈远炸了是真的炸了 基金会是我一时兴起 仔细想想还真是挺缺人的 光楚玉木一个人还不够啊 这摊子支不起来啊 陈远可算让我逮着你了 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猛然冲击 突然的朝陈远冲来 不好有杀气 陈远当场感知到了不妙 强大的感知力让他瞬间做出判断 于是陈远当即一个扫腿 在原地进行了360度大挥火 然后再给予对方反击 卧槽老王 陈远心里当即惊叫出声 他认识眼前的人 但是陈远的拳已经出击 虽然即使停止 但拳风还是猛然挥出 这一拳下去 老王的秀发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 没错这一拳直接吹开了老王的地中海 露出了他那隐藏在头发下的光头 油光赠亮的大光头 老王傻眼了陈远也猛了 因为他刚才差点就把老王打了 如果真打了那就废了 老王心想吓劳资一跳 陈远则是问道 王老师怎么是你啊 此刻两人都是紧张的不行 陈远你小子旷课六十多节 你还把不把我这个班主任放在眼里 陈远连忙开始解释 王老师你听我狡辩 阿不听我解释 哼哼心虚了吧 害怕了吧 你小子赚了钱就飘了 今天我就杀杀你的锐气 突然陈远似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王老师您来的太是时候了 我想死您了 这一下老王属实是被整不会了 总竟让班主任当自己员工 于是上一秒还在督促学生上课的老师 下一秒学生就成了老师的老板 王老师我可想死你了 刚见到老王陈远就一脸笑咪咪 老王发现有些不对劲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陈远以前看见我就跑 今天对我态度怎么这么友好 看来他还是爱学习的孩子 金钱并没有抹杀他那颗纯净的心 想到这里老王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王老师我有一事相求 见老王不再提上课的事 陈远立马变得更加恭维 生怕老王会拒绝 你说吧我可是你的班主任了 有什么事就说 老王一副没问题的样子 毕竟可爱的学生有求自己 老王又怎么能拒绝呢 王老师你不如跟着我干嘛 来做我的员工 突然陈远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他竟然要老师当自己的员工 没想到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陈远竟然换了一条裤子 灭障你眼中还有没有尊师重道四个字 要把老师收编成员工 你真是岂有此理了 老王一听立马就怒了 陈远连忙让老王不要急 听自己慢慢解释 您知道我弄了个慈善基金会 现在正好确认 您是我班主任 我一直很敬佩您 但是能力强有责任心 还一身正气 您都四十多岁了在学校 不过是个班主任 连教授职称都没有 您真的甘心吗 有一说一你说老王六十多我都行 跟着我干吧 别的不说 百万的年薪是妥妥的 当陈远说出百万年薪的那一刻 老王确实有些心动了 您女儿快大学毕业了 买房买车置业都需要钱了 而且我记得您夫人身体不太好 花销都很大呀 这一番话下来 老王沉默了 因为陈远说的句句属实 但贸然辞职对学生们也太不负责了 老王心动归心动 但作为老师的责任他还是有的 谁说让您辞职了 您可以兼职啊 见老王有这个想法 陈远立马就松了一口气 但这会不会分散我的精力啊 老王虽然才四十多 但就是因为耗费精力 导致年纪轻轻就有了一头白头发 见状陈远立马表示 怎么会呢 现在大学很多老师又是做网红 又是开公司的 也没见人家精力被分散了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舍你骑谁啊老王 这一刻陈远确定非老王不选了 老王实在太适合帮自己管理基金会了 好吧我我我答应你 老板谢谢你的赏识 老王也不磨叽了 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可不是随时都有 于是老王选择抓住这个机会 我本意是来督促他学习的 怎么突然变成他员工了好坏 不过可能习惯就好了 老王虽然有些疑惑突然的转变 但还是没有多想 老板说起来你的基金会还没有名字呢 既然选择加入陈远 老王也开始聊起了工作话题 什么我的基金会是我们的基金会啊 名字嘛就叫CY基金会吧 老王听完当场就被噎住 这也太随便了 CY不就是陈远的首字母缩写吗 哎那不是陈远吗 他对面那个老头是谁啊 这时一道身影突然发现了陈远 他正是赵玉琪的好闺蜜钱蒙蒙 钱蒙蒙正准备叫陈远名字 但这时却被一道声音打断 蒙蒙我可算找到你了 钱蒙蒙知道是好闺蜜在叫自己 于是回头望去 事实上钱蒙蒙还是很想和陈远说几句话的 但奈何总是没机会 琪琪你吓死我了 这时赵玉琪抓住钱蒙蒙的手说道 蒙蒙帮我一个忙 很紧急的那种 我今晚要谁了陈远 突然赵玉琪认真地说道 他竟要对陈远发起猛烈进攻了 我的妹子竟想把烟总灌醉 俩妹子喝半杯陈远喝一杯 但即便如此烟总也丝毫不虚 他琪琪你你你竟然准备做这种事 钱蒙蒙被好闺蜜的想法吓了一大跳 我早就想好了 我和陈远的关系也应该有个突破 赵玉琪早就已经忍耐不住了 因为他本身也很想 他身边诱惑太多 我必须把他拿下就在今晚 赵玉琪知道陈远身边妹子很多 如果自己不抓紧点机会 那么陈远迟早会被别人拿下 可是玉琪太容易得到的男人 是不会珍惜的你要 钱蒙蒙心里其实有些不是滋味 因为他也喜欢陈远 可这种话他又没办法说出口 蒙蒙你别劝我了 陈远这样的男人可遇不可求 我事业起步后会越来越忙 会夜长梦多 我要为自己的青春轰轰轰烈爱一场 赵玉琪下定了决心 他打算今晚豁出去了 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他不会放弃 这场比赛只能有一个赢家 既然给了我机会 那就别怪我不讲姐妹轻盈了 赵玉琪知道另外三个姐妹 也都对陈远虎视眈眈 他不再打算坐以待避 一会你去找陈远 把他约去学校后门的酒楼 我们一起灌醉他 这就是赵玉琪的计划 将陈远灌醉然后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我一定帮你 说实话钱蒙蒙也被赵玉琪的举动 给警告了 他没想到好闺蜜竟然这么勇敢 我的好闺蜜要跟我喜欢的男人内容 我还要去帮忙 一想到这个钱蒙蒙心理 就更加不爽滋味了 难以启齿的滋味 没多久陈远和老王交谈完毕 老王也挥了挥手离开了 接下来老王就是陈远的得力干将了 会帮他一起搞基金会 就在这时有人叫住了陈远的名字 陈远立马回头望去 陈远琪琪说他有点饿了 咱们一起去学校后门吃饭吧 和说好的一样 钱蒙蒙叫陈远一起去吃饭 而赵玉琪则在后方看着 哦好啊 陈远答应得很干脆 丝毫没有拒绝 毕竟现在也没啥事肚子也饿了 是该去吃饭了 三位里面请楼上有包厢 没多久三人来到了一家小酒楼 这里是学生们的最爱 价格便宜味道还好 是同学聚会的不二之选 落座后陈远看起了菜单 突然他眉头紧皱了起来 因为点的菜单让陈远感到意外 茅台和泰山元江 这都是烈酒 如果只是普通的吃饭 是不会点这么多酒的 琪琪你最近遇到事了吗 是不是不太顺心啊 陈远还以为赵玉琪有心事 想喝点来缓解自己 啊没有啊 只是单纯想喝点 见到你高兴啊 被陈远这么一问 赵玉琪的小脸当即就紧张的红了起来 毕竟自己的小心思 是无论如何都不好意思开口的 喝点这么多是一点 而且以来就是皮加白这是找醉吧 还是说今晚他打算跟我 突然陈远想到了这么一个可能性 难道说他想酒后那啥 想到这里陈远心里猛的一条 如果是真的陈远 那就太乐意至极了 不容易啊终于等到了 我终于要摆脱同身了 想到这里陈远当即哭了起来 而赵玉琪则是在一旁红着脸 莫不作声 此时钱萌萌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他直接搞好了一组酒萌子套餐 俗称深水炸弹 并且嘴角的笑容 代表钱萌萌也不是个擅长 我们女孩子喝半杯 陈远你喝一杯没问题吧 喝钱钱萌萌进行了提议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灌醉陈远 所以今晚陈远必须要喝的最多 当然没问题很公平 实际上陈远想的是 谁怕谁啊 哥可是被强化过了 所以面对小小的酒他丝毫不虚 就这样三人开始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陈远今晚就让你见识一下 先天酒精圣体 事实上钱萌萌非常擅长喝酒 她是酿酒世家传人 汉城啤酒大赛三冠王 品酒协会荣誉会员 钱萌萌非常确信今晚她赢定了 妹子和烟总喝酒却当场喝醉 并且期间两人还酒后吐真言 闺蜜竟然也喜欢烟乳 她甚至愿意闺蜜做大她做小 来接着喝 不知过了多久 满桌的酒都被三人喝了的精光 而在钱萌萌眼中 陈远竟然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 就像是有两个陈远 陈远我看你怎么变成两个人了 你有双胞胎兄弟吗 钱萌萌准备再打开一瓶茅台 殊不知她的酒精度已经达到了160% 但钱萌萌本人却丝毫没有察觉 萌萌收手吧你已经喝多了 相对于喝醉的钱萌萌 陈远的酒精度则只有2% 丝毫没有任何感觉 就像是喝凉水般淡定 喝多不可能齐齐你看 陈远有双胞胎兄弟 钱萌萌不认为自己喝醉了 还吵好闺蜜指向陈远 萌萌你喝醉了 陈远哪有双胞胎兄弟 赵玉琪也没好多少 她喝得满脸通红 很明显她也醉得不轻 因为她的酒精度也达到了140% 此时在赵玉琪眼中 陈远的身影也发生了变化 竟然直接变成了三个人 那分明是三胞胎有三个陈远 然后朝服务器打了个响指 不许买单不许走 钱萌萌见陈远要离开 直接把酒杯朝陈远丢去 结果还丢歪了 琪琪既然你都有三个陈远了 分为一个行不行啊 我也喜欢陈远啊 突然钱萌萌哭着抱住了赵玉琪 并且表达了自己也喜欢陈远的内心 好呀 西西我分你一个 我们一起做陈远哥哥的女朋友西西西 突然赵玉琪抓住好闺蜜的脸 竟然直接答应了 啊真的吗 琪琪 真的可以吗 钱萌萌一脸激动 她最怕的就是好闺蜜拒绝自己 那样的话朋友都没得做了 当然了我早就看出来你喜欢陈远了 毕竟陈远那么优秀 说到这里赵玉琪突然开始落泪 但你为什么要骗我啊呜呜 陈远是很好待你们 为什么都要跟我抢啊呜呜呜 突然赵玉琪一把推开钱萌萌 她情绪突然就炸了 可是我也好喜欢她呀 我没办法控制自己 你做大我做小我们一起好不好呜呜 钱萌萌情绪也超级激动 她一把抱住赵玉琪的腿说着 你管那我才不要跟你一起 此时赵玉琪早已满脸泪水 和好闺蜜分享自己喜欢的男人这种事 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这这也太特么的吓人了 在旁边的陈远被吓得不行 她还是头一次见这种场景 心里再也没了其他任何想法 于是半个小时后 先生您慢走 服务员朝陈远打招呼送她离开 谢谢我现在这样 想走快点也不太可能了 陈远扛着两个妹子 并且还戴着口罩打算离开 毕竟两人都已经喝醉睡了过去 陈远得带两人回去 这两人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 过了今晚再见面 得撕成啥样啊 一想到这个场景 陈远都不由的紧张了起来 这样背着两个女醉鬼去酒店 恐怕不太合适 去哪比较好点呢 这位先生请你等一下 就在陈远刚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有道声音叫住了陈远 请问您要带着两位女士去哪里 原来是店里的一位女服务员 她见陈远有些奇怪 于是便大胆的上前询问 她去哪里她俩是我朋友 去哪需要跟你报备吗 被这么一问 陈远当时有些不爽了 您这是趁人之危 违反妇女意愿违法了 事实上女服务员怎么都不会想到 俩妹子其实巴布的陈远 对他们做点啥 一花半夜睡梦中被烟总惊醒 结果她发现来的不止烟总 还有一个喝醉酒的笑话 我并不是陈远之危 这两人都是我朋友 服务员拦路陈远只好解释了起来 不行我不能让你带走他们 女服务员张开双手不让陈远走 她觉得这个男的肯定有问题 肯定想对两个妹子做不轨之事 你如果强行带走他们 我就要报警了 服务员态度非常强硬 她不允许集美在自己面前 被一个奇怪的男人给带走 你谁呀干嘛多管闲事 这时喝醉的钱蒙蒙不乐意 她怎么允许自己的好事被打断 毕竟今晚是最好的机会 同时钱蒙蒙也一把打掉了陈远的口罩 并且战神短袖也被抓烂 我去你竟然是燕总 服务员当场认出了陈远的身份 她怎么都没想到 燕总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帅气燕总指示着服务员 就好像心爱的男神 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一样 只能说又被她装到了 知道是我你该放心了吧 陈远知道自己可以走了 放心放心实在对不起 把您当做坏人了 两个服务员同时道歉 现在他们也不敢再问 陈远带着两个妹子去干嘛 因为陈远的身份让他们不敢问 燕总真人比电视上还帅呀 突然女服务员脸红了 因为陈远是她的男神 并且她突然之间非常羡慕 她扛的那个要是我该多好啊 服务员恨不得倒贴给陈远 但只可惜颜值不够过关 片刻后某小区 陈远带着两个妹子来到了这里 因为在这里 有徐乐乐给陈远买下的一套房 回到屋里 陈远先是把钱蒙蒙放在了沙发上 然后就不用管了 毕竟钱蒙蒙不是陈远的菜 暂时也没有吃的想法 因为主菜是赵玉琪 将钱蒙蒙放在沙发上后 陈远就抱着赵玉琪走进了卧室 现在陈远可以为所欲为 没有人会知道 嗯发生了什么 赵玉琪有些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 她记得刚才在和陈远喝酒 然后就睡了过去 突然陈远打脸出现在了赵玉琪眼中 虽然有些模糊 但她能确定这就是陈远 来了要来了 我终于要跟陈远那个了 一想到这里赵玉琪脸上 就更加的羞红 她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头一回会不会很痛啊 此时赵玉琪感觉自己不醉了 并且开始疯狂脑补了起来 同时心愤也达到了一个巅峰 当陈远把赵玉琪放在床上时 赵玉琪还下意识发出了一声阴影 功夫不负苦心忍 绑定那么多对象 今天终于要有突破性进展了 此时陈远已经迫不及待了 她等这一天等了实在太久 趁人之危非君子所为 好在我不是君子黑黑黑 一想到这里陈远就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但就在这时房间的灯突然被打开 这屋子里竟然还有别人 陈远哥哥你回来了 竟然是徐乐乐 她原本已经睡着 但似乎发现有人进来 于是就下意识地认为是陈远 毕竟这房间的钥匙只有她和陈远 然而当徐乐乐仔细看才发现 来的人确实是陈远 但同时还有一个女人 面对如此情况陈远又会如何操作 总在笑花回家正好撞见细花 六个小时前秦远小区里 徐乐乐正在打扫卫生做清洁 她把房子都打扫了一遍 大功告成 这下一定可以给陈远哥哥一个惊喜了 看着干干净净的房间 徐乐乐一脸的心满意足 此时房间没有一丝灰尘 给人一种非常安逸的感觉 在徐乐乐看来 这里就是她和陈远的小家 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 算算时间陈远哥哥应该快结束演讲了 她要是累了 大概率会来这里休息 徐乐乐拿出手机查看时间 仔细一算现在也差不多了 一会我洗的澡 换上我的战袍守住戴土 徐乐乐一脸激动地看着沙发上的战袍 她今晚打算在这里等陈远的到来 有了战袍的加成 她相信能拿下陈远 乐乐你可以的今晚把她拿下 一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徐乐乐心中就更加激动了起来 因为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但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了意外 乐乐你怎么在这里 灯打开后陈远吓了一大跳 她原本想着带两个妹子回这里 结果没想到徐乐乐也在 我对不起陈远哥哥我这就走 徐乐乐一脸尴尬 如果只有陈远一个人到来 她倒不会有什么尴尬 但关键是现在陈远还带了一个妹子回来 毕竟这个房子是陈远的 虽然是徐乐乐给陈远买的 虽然徐乐乐也有钥匙 但现在陈远带回了别的女人 这让徐乐乐心里只有尴尬的感觉 于是她急忙紧张的就要离开 尴尬实在是太尴尬了 突然徐乐乐停了下来 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 那个我炖了鸡汤在冰箱里 你晚上饿了记得喝 不得不说现在的徐乐乐 确实是个好女孩 是个会体贴并且懂陈远的好女孩 那个是陈远哥哥的女朋友吗 人家情侣正准备办事 我却在这里 真是自讨没趣 怎样有一股酒味 而且闻起来像是茅台 突然徐乐乐发现房间里 有一股很重的酒味 很像是有人喝了很多酒 仔细一看 徐乐乐发现了沙发上的前蒙蒙 一个女人正倒在沙发上 并且浑身散发着浓重的酒气 这里怎么还有一个呀 徐乐乐惊了她震惊了 原本徐乐乐以为 陈远是带女朋友回来办事 结果没想到沙发上还有一个 乐乐你别误会他们喝多了 我也不好意思送他们去酒店 为什么要向她解释 这是我家我爱带谁来就带谁来 突然陈远发现了盲点 她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向徐乐乐解释 我相信你 就在这时徐乐乐的声音响起 我相信你陈远哥哥 徐乐乐一脸真挚地看着陈远 她愿意无条件地相信陈远 因为现在的她 就是这么无条件地对陈远 愿意将自己的真心 全部交给陈远 她本不需要对我解释什么 我本来也是可有可无的人 但她这样 在她心里我一定很重要吧 一想到这里 徐乐乐就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但就在这时 钱蒙蒙肚子突然剧痛无比 同时想得厉害 很明显她顶不住了 钱蒙蒙突然感觉一股东西开始翻涌 不会吧她该不会 陈远和徐乐乐见状 立马就产生了同一个想法 如果真是那样就太难顶了 但钱蒙蒙似乎已经到达了极限 虽然她很坚强地在坚持 但很明显这比她想象中更加强烈 她真的要顶不住了 于是在陈远和徐乐乐的注视中 钱蒙蒙吐了 直接开始暴徒 花一觉醒来 却发现床边是好闺蜜 并且昨晚两人还吵了起来 现在尴尬程度达到了极点 当前蒙蒙被陈远带回秦远小区后 她竟然直接吐了 我操你要吐去厕所吐啊 太恶心了 陈远见状当场就炸了 这实在是太过恶心人了 而徐乐乐则是抱着陈远让她消消气 这里我来收拾就好 陈远哥哥你先去洗澡吧 你也是一身酒气 徐乐乐几句话 就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让陈远心中有些触动 因为徐乐乐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学校里人人都说她是拜金女 可她却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 陈远带别的女生回到这个家 徐乐乐可以直接离开 有人吐了一地 徐乐乐也可以打扫干净 乐乐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很明显现在的徐乐乐 已经和其他女生 在陈远心中的地位有了一些不一样 隔天上午十点晴远小区 一束太阳光照进来 陈远终于从睡梦中醒来 这一觉睡得跟打仗一样 陈远只觉得昨晚睡得不踏实 一觉醒来黑眼圈都有了 什么东西好像啊 突然陈远闻到了一股香味 乐乐居然起这么早 仔细一看竟然是徐乐乐 此时她正在做早餐 完全就是一副嫌妻的样子 昨天太晚了 就让徐乐乐也留宿了 还好家里有两个卧室 见陈远也起出了 徐乐乐便朝陈远挥了挥小手 倒是副会长和钱蒙蒙 昨天关系破裂了还挤了一个床 他们该不会打起来吧 与此同时另一边主卧内 一阵微风吹来 赵玉琪也醒了过来 此时她只感觉头很厚 毕竟昨晚她喝了很多酒 甚至忘记昨晚发生了什么 突然赵玉琪发现身边还有一个人 一瞬间赵玉琪就想到了 难道是陈远 毕竟这就是昨晚赵玉琪的打算 难道我们昨晚已经发生了关系 一想到这里 赵玉琪就脸红的笑了起来 可是怎么跟别人说的不一样啊 不痛也没什么感觉啊 突然赵玉琪发现了不对劲 跟别人说的完全不同 自己除了头有点痛爱 并没有其他的症状 于是赵玉琪就红着脸 打算看一看床单下面 如果有红那就能说明一切 啊 萌萌怎么会是你啊 然而当赵玉琪刚揭开背影 就发现好闺蜜躺在身边 和她睡一张床的并不是陈远 而是钱萌萌 大早上的七七米 这时钱萌萌也迷迷糊糊的 从睡梦中醒来 此时她也有些忘记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她昨晚是喝的最多的人 并且还吐了一滴 就这样闺蜜两人开始互相对视 一瞬间两人似乎想起来了 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你也要骗我 跟我抢陈远坏女人 赵玉琪想起了自己昨晚说的话 琪琪把陈远分我吧 我做小你做大呜呜 钱萌萌也想起了自己昨晚的话 此时两人尴尬至极 因为平时的话 两人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 昨晚是喝了酒才说了出来 啊 我好绿茶呀 我居然抢闺蜜男朋友杀了我吧 完了完了这话都说开了 以后还怎么做朋友啊 十几年的闺蜜丧火了 此刻两人只感觉无比的尴尬 对了琪琪你昨晚拿下陈远没有了 我我喝多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时钱萌萌开始转移话题 并且询问赵玉琪的证实 三个女人和烟总吃早餐 但她们的话里却暗藏玄机 赵玉琪甚至觉得自己只是普通朋友 而徐乐乐才是陈远的女朋友 当赵玉琪醒来后 她立马想起了闺蜜的绿茶发言 但现在拆穿钱萌萌的话 就再也没办法做朋友了 这肯定不是赵玉琪愿意看到的 毕竟两人都当了那么多年的规律了 啊是吗 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 我也喝多了 于是赵玉琪打算装傻 这样蒙混过去对谁都好 她也不记得了 还好琪琪断片了 不然我真的无地自容 钱萌萌瞬间松了一口气 她生怕赵玉琪还记得这件事 那样的话她就真的是无地自容了 你们都起床了出来吃早饭了 就在这时徐乐乐推开了门 她已经做好了早餐 让两人出去吃饭 徐乐乐你怎么在这里 赵玉琪一脸震惊 她怎么都没想到 这里除了自己和钱萌萌以外 还有一个女人 这大大超乎了赵玉琪的预料 半个小时后 三个妹子和陈远坐在一桌 开始吃起了早餐 气氛看起来很是融洽 陈远这个房子是徐乐乐送给你的 赵玉琪的心思没在吃饭上面 而是直接问出了房子的问题 啊是啊 陈远没有多想 一边吃着美味的早餐 一边回应赵玉琪 是这样的 当时我爸爸的网吧经营困难 陈远借给我们家一笔钱 这套房子送给陈远哥哥 是底座欠款的 徐乐乐将事情经过说了出来 看她长相并没有我漂亮 但会投其所好 居然给男生买房子 我怎么就没想到 有一说一这句话我是不认同的 至少现在除了徐乐乐 王梦梦以及林芷洛以外 其他所有女的都是图陈远的钱 并且赵玉琪也没有她自己认为的那么漂亮 而陈远也并没有承认谁是自己女朋友 一直以为我的对手是萧若宇 没想到我们都被偷嫁了 不好意思啊乐乐 昨晚我是不是吐了挺麻烦你的 钱萌萌突然想起了昨晚的事 她记得自己吐了一地 是啊还麻烦你做早餐 改天你来我家玩 我亲自给你下厨 赵玉琪见状也有些不好意思 应该的你们都是陈远的朋友吗 举手之劳罢了 徐乐乐笑着白手 表示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不需要那么客气 她这话听起来怪怪的 仿佛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她和陈远关系特别一样 赵玉琪越想越不对劲 但其实陈远也没说过 赵玉琪就是自己女朋友 就在这时前萌萌发来的信息 琪琪小心 这个徐乐乐是顶级绿茶 段位高得很 连萌萌这么绿茶的都警示 看来徐乐乐确实是高段位绿茶 不好对付 赵玉琪有些头疼了 徐乐乐的出现让她产生了危机感 想不到他们居然关系处得还挺好 害我白担心一场 陈远只看表面 还以为几个妹子相处得很融洽 这俩姐妹更是 昨晚思成那样 今天就跟没事人一样 女人的感情真是苦不如斯啊 陈远哥哥我要去公司了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就先走了 没多久赵玉琪表示自己要离开了 没问题你忙去吧 有事就联系我 要是资金不够就跟我说 就这样三人目送赵玉琪离开 现在屋里就剩下了三人 但赵玉琪刚走 钱萌萌就有话要说 那个陈远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 我去这事要告白吗 这也是个狠人啊 他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要挖墙脚了 总出手震惊绿茶闺蜜一百年 萌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赵玉琪前脚刚走 钱萌萌就有话要对陈远说 害你们姐妹最终还是要因为 而真的头破血流啊 陈远猜钱萌萌肯定是要对自己告白 难道自己的魅力就真的那么大吗 还是说超能力可以改变魅力 是这样的 最近我们大猫旗下 电商APP已经在开发了 想请你定个名字 钱萌萌并不是找陈远告白 而是因为这件事 就这个事啊 陈远顿时有些尬住了 钱萌萌则是一脸疑惑的反问 当然了不然了 既然你们是大猫 电商APP就叫小猫好了 对于起名陈远是专业的 一个大猫一个小猫刚刚好 又容易被人记住 这么随便的吗 钱萌萌也尬住了 这名字起得实在是太随意了 不对他一定不是随口说的 突然钱萌萌又开始了脑补幻想 因为陈远的强大全靠他们的幻想 他肯定早就在谋划这件事了 一瞬间钱萌萌想起了很多事 全部是关于陈远的报道 一瞬间他似乎明白了 似乎明白那些事都是陈远有意为之 但实际上都是钱萌萌的脑补 也是这本漫画所有妹子的共同特度 名字不重要想亮就行 电商这块以后就由你全权负责 前期我给你投资一百亿 又是熟悉的配方和味道 陈远直接出手一百亿 此话一出徐乐乐和钱萌萌都惊呆了 要知道那可是一百亿啊 但陈远就这么随随便便就交了出来 陈远究竟是多么的有钱 这么多钱我怕我干不好啊 突然钱萌萌有些担心 毕竟这么一大笔钱 如果自己干不好那岂不是白费啊 别想那么多相信自己 陈远一脸无所谓 反而是鼓励起了钱萌萌 被陈远这么一鼓励 钱萌萌瞬间就羞红了脸 你的任务就是短时间内 让小猫成为家喻户晓的屁屁 记住是不惜成本 这些话让钱萌萌有了很大动力 于是他也不再推托 好的老板我一定能做到 现在有了陈远的支持 钱萌萌也充满了信心 也许我真的有这方面的才能 只是自己从未发现 我要相信陈远的眼光 中午十一点胡大内 陈远到底什么身家呀 之前轻飘飘给我几百万 现在出手都是按一来算了吗 回到学校后 徐乐乐一直在想这件事 他感觉陈远似乎越来越有钱了 就在这时 徐乐乐被吸引了目前 前方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前方有一个大牌子 上面写着胡城大学秋季招聘会 这是代表有企业来校园招聘学生 确实也快到毕业季了 徐乐乐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自己也即将要毕业了 马上就不再是学生了 毕业后是工作 还是继承家里的连锁网吧的 徐乐乐在纠结这件事 因为如果工作的话 他暂时也不知道去哪里工作 算了先进去看看吧 徐乐乐打算先去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如果有的话 他还是希望去锻炼一下自己 没多久徐乐乐再次被引起目光 因为在前方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其他公司面前都围满了咨询的学生 可一个叫CYG机会的招聘前 却一个学生都没有 只有一个大叔哥那里坐着 CYG机会好寒酸的展位 徐乐乐不由发出一阵感叹 毕竟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突然徐乐乐发现 这个招聘的人有点眼熟 没错此人正是学校的老师老王 他目前在帮陈远在搞基金会 这不是咱们文学院辅导员老王吗 咒媒在这里招聘啊 快走吧 基金会一听就是公益组织 估计都不发工资的 文学院的辅导员 CY难道这个基金会和陈远有关吗 只是简单的推测 徐乐乐就得出了这么一个答案 基金会很有可能和陈远有关系 王老师你好 我是艺术学院大四学生徐乐乐 见有同学过来咨询 同学要投资一百亿 在汉城建医院的那个慈善基金会吗 徐乐乐在校园招聘会找工作 他怀疑CY基金会是陈远投资的 同学你猜的没错 这个基金会就是陈远的 那我如果想加入CY基金会 大概需要什么条件呢 不知道我是否符合 徐乐乐一听是陈远的基金会 他想立马加入进去 因为这样能更加接近陈远 徐乐乐我记得你 艺术比赛还拿过奖 你完全有资格加入 老王也不问东问西 直接就让徐乐乐加入 因为这里目前连一个咨询的人都没有 晒了一上午终于等到一个了 一定得留住他 长得这么漂亮 一定可以吸引不少其他学生 别看我们草创略显简茂 但我已经向校领导申请 很快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场地 徐乐乐同学你现在加入就是元老 老王生怕徐乐乐不加入 一连串说了很多好的条件 我倒是愿意加入 但我是学艺术专业的 会不会不太匹配啊 徐乐乐自然是乐意加入的 但他怕自己的专业不匹配 匹不匹配另说 你可以先跟我一样进行招聘工作 我们先招贤那是 就这样徐乐乐莫名其妙的 坐在了椅子上 虽然有点突然 但加入基金会可以更加接近陈远了 一想到可以接近陈远 徐乐乐心里就有了动力 不然以后他和别的女人聊工作 我都插不上嘴 这是徐乐乐最不愿见到的事情 他也想站在陈远身边 徐乐乐同学老师这里还有点事处理 你就暂带我来进行招聘工作吧 就在这时老王突然转身离开 直接把招聘工作交给了徐乐乐 没有可是你现在是人力总监 老师相信你你可以的 老王飞速逃离 因为他感觉根本就招不到人 与其这样还不如赶紧溜 这就让我招聘了 我是人力总监 徐乐乐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刚加入基金会 就开始上班工作了 他总觉得那里怪怪的 总感觉这摊子是有点不靠谱啊 虽然感觉很奇怪 但徐乐乐还是打算认真做好工作 首先要做的就是改个名字 改个响亮的名字 之前都太平庸了 现在徐乐乐把名字改成了 烟总慈善基金会 没多久就有两个学生上前咨询 烟总基金会 难道是那个烟总 他们被烟总的名号所吸引 学姐这是烟总的基金会在招人吗 突然一个学妹激动的上前询问 如果是烟总的基金会 那么这些学生会强迫头加入 一瞬间周围就围满了人 他们都被烟总所吸引 没错 昨天烟总投资100亿做慈善事业 这笔资金将由我们CY基金会打理 所以我们 然而徐乐乐话还没说完 现场瞬间就沸腾了起来 真的吗真的吗 学姐这是我的简历 我也要我先来的 乐乐学姐我也是艺术学院的 给我开个后门吧 那边什么情况人怎么这么多 好像是烟总的基金会在招人 这时其他公司的人也被吸引了注意 昨天不是说要投100亿搞慈善吗 真的财大气粗啊 比起咱们 突然招聘小哥不再说话 他发现同事直接取下了工作牌 这帮应届生可以 凭什么我不可以 我也要去应聘 面对这种好机会 小哥打算抓住 抓住烟总这条大船 与此同时肇事私房菜门口 一辆豪车停在了门口 时间差不多了 陈远乘车前来赴约 现在他穿了一身帅气的西装 打扮得非常正实 因为他要见的人是楚玉墨 楚小姐我到了 你在哪呢 总和景花一起吃饭 今天楚玉墨打扮得非常精致绝伦 即便是明星也不一定有他好看 此时楚玉墨坐在凉亭里 就像一个下凡的仙子 楚玉墨默默地等待着陈远的到来 他今天也是特意打扮了一晚 这这这是楚玉墨 当陈远看到楚玉墨的那一刻 他都有些被震惊了 因为今天的楚玉墨有些过于好看 我印象里他好像没这么漂亮 面对美丽的楚玉墨 陈远竟有了几分羞难 这时楚玉墨也发现了陈远 他立马被陈远吸引了注意 陈远主动打起了招呼 今天陈远特意换下了战神短袖 穿起了一套帅气的西装 而楚玉墨也是穿了一身淑女风的连衣裙 陈远我真是对这个男人又爱又恨 看到喜爱的男人到来 楚玉墨的脸瞬间就有些发烫 但同时他也很恨陈远 英俊帅气才华横溢 身上的每个点都让我着迷 在楚玉墨的滤镜下 本来就有些帅的陈远 此刻被衬托得更加帅气 但他接触我却是为了我的身份背景 我该如何拒绝他呢 一想到陈远的真实目的 楚玉墨对陈远的好感就下降了很多 因为有太多人都想接触他 然后通过自己的关系办事 于是楚玉墨打算直接开口 陈远你听我说 楚小姐别急先吃饭吧 陈远觉得来都来了 还打扮得这么正式 怎么说也要先吃个饭才行啊 不能一上来就谈正式 他什么意思呢 约我出来是真的吃饭来了 楚玉墨猛逼了 他发现陈远似乎真的只为吃饭 片刻后一大桌子的美食上桌 光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附会长这个馆子 会是跪了点味道真没的说 陈远之前来吃过几次 味道陈远是非常认可的 完全可以掩盖住高出的价格 陈远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约我出来就为了吃饭吗 楚玉墨有些坐不住了 他打算直接问清楚陈远的目的 这次约你出来 确实有件事找你帮忙 见楚玉墨一直问 陈远也打算说出来意了 什么忙你说吧 力所能及的我可以帮你 但如果要我违背原则和底线是不可能的 虽然早就有预料 但他这么直白开口 还是让我非常失望 此刻楚玉墨心里非常失落 因为陈远和其他人似乎没什么区别 还有上次你送我的飞机 我希望你能收回去 我是不会要的 趁着这个机会 楚玉墨打算把飞机也退回去 我明白你别急飞机以后你用的啥 见陈远这么说 楚玉墨又羞又急 我用不上你如果非要送 那我们就绝交 楚玉墨甚至激动的站起了身 行吧行吧 真是服了你了 见楚玉墨有些生气了 陈远也不打算装了 你知道我最近搞了个慈善基金会吧 我当然知道 昨天新闻也播报了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那一百亿其实根本不够 别说你还要见十个医院 并且看不起病的重症患者 远比数据中显示的要多 可以免费治疗的消息 如果传到外省 别的地方的病患慕名而来 你是拒绝还是收容 要是拒绝了会不会引起舆论反弹 这些都是陈远需要考虑的东西 因为一个处理不好 就会出现非常恶劣的困境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楚玉墨一波认真分析 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说得好说得好 你能说出这些话 看来我没找错人 陈远听完拍了拍手 他更加确信找楚玉墨找对人了 墨墨我想邀请你 担当慈善基金会的主席 全权掌管所有资金的流向 啥情况他不是想通过我走关系 而是想让我做百亿基金会的主席 总再次出手拿出一百亿 仅花当场被烟总的超能力折服 此时楚玉墨打算拒绝陈远 但陈远却说 你别忙着拒绝我 我找你是有原因的 我送你豪华飞机你没要 这是人品高尚的表现 你做过刑警有正义感 而且你刚辞职正好接任这个工作 只要这些钱能切切实实地帮助到患者 他们是感谢我还是谴责我我不在乎 尽我所能无愧于心就好 所以你今天约我是 听完陈远的一番话 楚玉墨早已被感动得不行不行的 今天约你就是为了这个事 一番话说完 陈远一巴掌拍翻了一桌子的美食 原来他是在考验我 这一刻楚玉墨终于明白了 陈远是在考验自己 考验自己是不是目的不纯 他心细弱是群体 我却误会他是想走关系走后门 一想到这里楚玉墨就羞愧得红了脸 我真是太狭隘了 想到这里楚玉墨的好感度开始提升十点 目前达到了九十 对不起陈远我之前可能有些误会你了 陈远一脸的疑惑 啊误会啥 可我只做过刑警 真的能管好这笔钱吗 虽然陈远信任自己 但楚玉墨却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管理好 毕竟这笔钱可是天文数字 这个你不用担心 你只需要确保每一笔钱 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就好 钱的是你完全不用担心 这里面有一百亿默默你先拿着 晚点我带你见见咱们团队的其他人 说话间陈远已经掏出了黑金卡 里面装有足足一百亿 一百亿他就这么给我了 楚玉墨一脸不敢相信 能被人信任的交出一百亿 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过的经历 这就是被人信任的感觉吗 楚玉墨拿着黑金卡 感动的就要哭了 想着想着楚玉墨的好感度就开始提升 目前达到了九十二 距离最后的逆袭只差三点 而且他刚才喊我默默 明明比我小却喊我小名 楚玉墨一脸的羞涩 此刻他在陈远面前 就像个害羞的小女孩 看着一脸红彤彤的楚玉墨 陈远则是一脸问号 他绝对猜不到 楚玉墨此时心里已经在疯狂幻想了 夜晚湖大校园内 这时大部分招聘会基本已经结束 好家伙都这么晚了 老王事情基本处理的差不多了 看了看时间也发现差不多了 喂是徐乐乐同学吗 招聘情况怎么样啊 老王拿起电话 打算问一下徐乐乐的招聘情况 王老师招聘的还算比较成功的 但是一些薪酬的事需要您来敲定 咱们招聘地点改在活动中心了 您有时间就过来一趟吧 此时徐乐乐身后 似乎聚满了大量的人影 活动中心怎么改在那里了 老王有些疑惑搞不懂 年轻人做事就是毛躁 招聘几点怎么说改就改了 虽然是这么想 但老王还是走向了活动中心 这么偏僻的地方 谁看得到啊 老王越来越觉得徐乐乐不靠谱了 毕竟这里可不是招聘的地方 然而当老王刚打开门 就被里面的一幕所震惊到了 因为在老王面前站满了人 这些全部都是学校的学生 学生们见到老王到场 全部一口同声齐刷刷的大喊 王老师好 总经带锦花来到了学校 此时学校体验中心里 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 老王都被吓了一大跳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里会聚集了这么多人 徐乐乐同学这些都是你招的吗 徐乐乐微微一笑 是的王老师 时间仓促只有这些了 王老师你批评我吧 徐乐乐担心自己招的人太少 主动让王老师惩罚自己 你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老王怎么可能会批评徐乐乐 这完全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因为老王连一个人都没招到 徐乐乐却招了这么多 这个多亏了学生会 徐乐乐笑着开始解释怎么做到的 我们招聘了几个学生会的成员后 以他们为中心 扩散到整个学生会乃至整个学院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做法 一个带头人可以传很多个人 然后以此类推的传下去 人自然就多了 一个带两个 两个带一群 一共大概有一千多人 徐乐乐大概算了算 一千多人是有的 乐乐同学 你不是说薪资待遇什么的还待定吗 仔细一看 徐乐乐已经标注了薪资 工资有八千家 这个有同学问我薪资待遇问题 我就大概写了个数字 这个薪水应该不算高吧 老王一听心里立马就不平衡了 这还不高 我特么干了几十年 工资也才八千了 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这么多人 光人力成本就是得很大支出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此时老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陈远这么信任我 我却搞砸了 一想到陈远的信任 老王心里就有些难受了起来 毕竟这么大的项目 如果因为自己的食物而搞砸 那么他心里会内疚到不行的 就在这时老王的手机响起 有人打来了电话 王老师招聘工作怎么样了 是陈远打来的 他已经离开了饭店 趁着这个时间问老王的进展如何 啊哈哈一切都很顺利 老王敷衍的笑了笑 而徐乐乐则是一脸问号 不知道老王在跟谁说话 我已经到学校了 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陈远来学校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楚玉默也加入进来 这样基金会基本上就稳了 啊是谁啊 老王有些好奇的问了问 咱们基金会的主席 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了 老王依旧有些发呆 似乎是没有跟上陈远的节奏 咱们新主席是楚同辉的女儿 一辉记得客气点 此时楚玉默已经被陈远带进了校园内 楚玉默边走边四处张望 楚同辉的女儿 楚同辉是谁啊 老王看着手机自言自语了起来 这时身后的徐乐乐似乎想起了什么 王老师咱们汉城 我记得有个书记好像也姓楚 结合这两点 徐乐乐想到了这么一个可能性 徐乐乐说的那个人正是楚同辉 是一个权力极大的男人 我丢楚同辉 那可是封疆大力啊 老王震惊了 他没想到竟然是这种大人物 陈远这小子把他的女儿拐来了 是不是拐来的不好说 但楚玉默确实已经喜欢上了陈远 并且即将被逆袭 少了出手了 燕总又要出手了 他要直接买下一座医院搞基金会 此时体验中心忙做一团 快点老板跟基金会主席来视察了 主席是一把手的女儿 等下可别失礼了呀 老王紧张的疯狂冒汗 生怕等下话没说好 今天就教你们职场的第一课 跟我准备准备 去迎接新领导视察 老王大手一挥 瞬间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这就是职场们好热血 被周围的氛围一感染 徐乐乐也充满了斗志 对这份工作也是更加的喜爱 没多久陈远带着楚玉默来到了体验中心 里面什么动静 陈远刚准备进门 就放心里面似乎很热闹 动静非常大 刚打开门就放心里面围满了人 所有人都恭声欢迎 并且还竖起了一个超级大横幅 热烈欢迎楚玉默主席视察工作 离我打电话都没五分钟吧 居然可以整这么大排场 陈远人都傻了 老王我果然没看错你 陈远偷偷朝老王竖起了大拇指 给予了他认可的肯定 楚会长您好 我是咱们基金会的理事王学斌 这位是我们人事总监徐乐乐 老王带着徐乐乐 主动上前打招呼 陈远你不是说基金会刚成立吗 皱眉规模这么大呀 楚玉默有些没看懂 这里的人怎么说也有千人了吧 确实是刚成立啊 陈远也是摆了白手 因为他也没想到 老王会把事情办得这么漂亮 这个男人比我想的还要靠谱啊 万事开头难 想要快速搭建一套班子 是需要时间的 突然楚玉默对陈远的看法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可陈远不但准备好了钱 人员也给我准备好了 这配置和人员 可以说想搞一番大事业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谢谢你陈远 楚玉默突然靠近陈远 并且脸还泛起了微红 这让陈远有些疑惑 不知道楚玉默这是什么意思 王老师咱们基金会 现在一共多少人 陈远感觉人很多 绝对不会少 大概有872名陈远 刚才老王大概盘算了一番 已经接近千名员工了 这么多人办公地点是个难题啊 楚玉默开始思考办公的问题 而陈远则是笑着表示这个简单 他已经有了想法 直接买楼就行了呀 然后让员工办公 实在是在轻松不过了 并且这又是一个刷钱的好机会 陈远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天才了 当然是只会肆意花钱的天才 陈远你确定吗 以汉城的放假 一百亿可能买完楼就不剩多少 楚玉默担心资金不够 毕竟买楼可不便宜 没事买楼的钱我不动善款 我另外出 我会单独出资来买楼 并且未来我们的医院 全部按假医院的标准来做 陈远的目标很庞大 目前只是实现目标的第一步 千秋的宏达工艺计划 之前的种种都是我误会的 她是个心怀天下的大丈夫 娱乐的好胆度即将突破一百 现在她甘愿做陈远的地下情人 陈远对不起我一直误会你 我以为你只是应付舆论才捐钱 想不到你考虑的这么长远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现在楚玉默对陈远充满了信心 因为陈远展现出来的 完全就是一个长远有计谋的计划 老妹你猜的其实一点没错 我就是受不了那帮喷子 整天道德绑架我才用钱赌他们嘴 但你要这么脑补我也没有办法 突然陈远认真地拍了拍楚玉默的肩膀 然后一脸认真地叫了默默两个字 你是我的知己你懂我 又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陈远突然靠近楚玉默 然后说出了熟悉的话语 这番话瞬间让楚玉默脸颊发烫 他明明准备了几千亿投入公益事业 却只是低调说捐了一百亿 任凭他人诋毁都不做任何解释 全国富豪多如烦心 他却是那轮明月 高洁优雅普照众生 陈远现在在楚玉默心中 就是一个高大伟岸的男人 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慈善家 想到这里楚玉默的好感达到了九十三 互相介绍完人后 陈远便带着楚玉默准备回去 接下来就等基金会正式运行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徐乐乐 好感度也再次加一 目前达到了九十九 距离最后的满分一百之差最后一点 陈远看着信息有些意外 他今晚似乎并没怎么和徐乐乐说话 结果好感度依然长了 不愧是我的陈远哥哥 实在是太帅了 徐乐乐发现自己越来越爱陈远了 满脑子都是陈远的影子 不但学校老师对他马首是瞻 连一把手的女儿也为他所用 这就是真正是上位者手段 可我只是普通女孩 没有赵玉琪的富有 也没有楚玉默的背景 想到这里徐乐乐有些自卑了 我要努力 只要能靠近一点陈远哥哥 就算做地下情人我也愿意 徐乐乐为了更加靠近陈远 下定决心要努力前进 这样才能离陈远更紧 就画了个饼而已 好感度这就长了 陈远是有些意外的 因为刚才那些也只是他嘴上说的 但没想到直接让俩妹子都长了好感度 对了陈远还有件事要处理 忽然楚玉默红着脸看向陈远 你送我的飞机 我是万万不能收的 楚玉默还是不打算要那架飞机 毕竟那玩意也确实太贵重 你别忙着拒绝 这架飞机严格来说 是属于CY慈善基金会的 陈远换了个角度 把飞机说成了基金会所有 你现在代表的可不只是自己 是整个基金会 这番话瞬间拔高了楚玉默的地位 这让他再也无法拒绝飞机 以后你的工作会很忙 全国到处飞 有一架飞机回方便很多 送出去的东西陈远自然是不可能收回的 毕竟飞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小玩具 除了医疗 我们未来还会投入教育事业 捐助更多的希望小学 这么大的摊子 陈远的资金会不会吃紧啊 楚玉默发现陈远的目标非常远大 这让他再次改变了对陈远的看法 看来要回家求求爸爸 给陈远一些政策上的扶持 不然他可能真的会很艰难 阴烟总说卡里是100亿 结果一查竟然是600亿 离开胡大后 楚玉默就回到了家 默默你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楚玉默现在心里是有些兴奋的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工作 并且手中还掌管100亿 张叔也在啊 楚玉默发现家里竟然还有客人 楚玉默走近一看 是父亲的朋友张叔 两人没事的时候会下几盘棋 此刻两人正在下象棋 进行着中年人的消遣 对啊小默 我和你爸正在切磋棋义呢 此人是张福书记 也是楚玉默口中的张叔 小默上次跟你说的是 你考虑的怎么样 咱们秘书厅还有个职位空缺 楚腾辉一边下棋一边询问 爸我正打算跟你说呢 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 说话间楚玉默拿起了一个成子 就在这时楚腾辉直接出手 猝不及防地吃掉了老张的马 老张顿时大胆不妙 一个不留神就被吃了棋子 哦是什么工作呀 是VY慈善基金会主席 怎么样 不靠你的关系 我也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 楚玉默双手插腰一脸得意 似乎在向父亲炫耀自己的才能 CY基金会没听过呀 老楚仔细想了想 确实没有听过这个公司的名字 您没听过很正常 我们基金会刚成立 就是燕总刚捐赠100亿投资建立 楚玉默耐心的为父亲解释了起来 啊是他呀听说过听说过 最近常看见这个年轻人 说起燕总就连老张都有耳闻 只赢燕总的名号实在太响亮了 但就在这时老张直接被将军 大局已定老楚赢了 你这耍赖不玩了回家 老张起身准备离去 楚玉默连忙上前 张叔我送你 楚玉默将张叔送到门口后 老楚就招了招手 来小莫给我讲讲这个燕总 还有基金会他想做什么 很明显老楚对女儿的工作 还是很在意的 爸是这样的 就这样楚玉默开始为父亲 讲述起了关于陈远的很多事情 楚玉默说的很详细 最主要还是他的各种话题 以及达成的各种成就 很快楚玉默就将陈远的事情 大概的讲述给了父亲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 我出面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持 也未尝不可 这是好事 老楚仔细一分析 觉得扶持陈远完全可以 这个年轻人他值得 潜力实在是太巨大了 爸你说话算话哦 陈远可是把一百亿善款都交给我了 那么多病人等着治病吗 这是关乎无数个家庭和生命的大事 什么他把一百亿都给你了 老楚一脸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陈远出手这么随意 直接就把一百亿给了自己女儿 是啊他给了我一百亿 楚玉默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一脸淡淡的说道 那可是一百亿啊 他就这么给你了 老楚还是无法相信 毕竟那实在是一笔天文数字 想想就觉得有些可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看中我的能力 也很相信我吧 说话间楚玉默递出了那张黑金卡 里面就有陈远准备好的一百亿 这个账户我查过了 正正好好的有一百亿 然后楚玉默拿出手机 开始查询里面的金额 结果不查还好 这一查直接震惊妇女一万年 因为里面竟然不是一百亿 而是整整六百亿 什么怎么会是六百亿 楚玉默惊了 他再次被陈远被惊到了 宗搞慈善会再次登上热搜 李少又准备从中作梗 他打算让陈远的医院致死两个人 爸我是不是眼花了 你快告诉我不是真的 楚玉默看着手机里的余额吓坏了 默默这这这是六百亿 是整整六百亿啊 老楚也被吓了一大跳 他哪里见过这么多钱 不是一百亿吗 怎么还多了五百亿呢 老楚连忙问女儿到底是咋回事 这笔钱实在太过巨大 爸你等一下 我给陈远打个电话 楚玉默慌的浑身冒汗 他觉得也许是陈远打错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拿着这笔钱也不会心安 魏默默大美女 才分开一个多小时你就想我了吗 陈远接通电话 上来就是嘴上先占便宜 别凭嘴了我问你 为什么你给我的黑卡余额变成了六百亿 你这也太吓人了 楚玉默红着脸把手机开起了免提 阿基金会不是要买楼吗 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怕你钱不够 我又给你打了五百亿 陈远一边说话一边打着游戏 一心两用分配的十分得当 你确定要用这么多钱做慈善吗 你到底有多少钱了 抽掉这么多资金 不会影响到你做生意吗 默默钱只是数字而已 面对楚玉默的担心 陈远开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对我来说我赚的钱我已经花不完了 那么为什么不能用这些钱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这是我的理想 这年轻人思想觉悟很不错呀 老楚听完陈远的话后 对他的好感瞬间提升 小莫这丫头对这个叫陈远的 怕不是已经喜欢上了 织女莫若福 看着脸红的女儿 老楚已经知道 女儿喜欢上这个陈远了 小莫你抽个时间 约陈远来家里吃个饭吧 我想见见他 由于楚玉默开着免提 所以老楚的话陈远也能听到 陈远是吧 让我看看你配不配得上 我楚同辉的女儿 陈远你听到了吗 我爸约你来家里吃饭 楚玉默一脸开心 这种感觉就好像 带男友见家长一样 啊是吗 我不一定有空啊 实际上陈远时间多的是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见 默默的父亲要见我 我好慌啊 要是他问起我财产来源 我回答不出来 国家介入调查 那我不完蛋了 这就是陈远慌的原因 没多久陈远的一条新闻 登上热搜 神秘富豪燕总再度惊爆眼球 捐款百亿打造市场 最强慈善基金会 马德陈远真是不消停 突然电视屏幕 被砸出了一个大洞 有人看到陈远非常不爽 慈善捐款你倒是会做人 影视直播房地产 还有医疗 什么产业你都要插一脚 是李家木此刻的 他非常愤怒 只要看到陈远好 他就会瞬间发火 因为陈远他现在 已经人人喊打了 原本李家木是李家 下一任董事长任选人 但由于他三番五次 对陈远出手 直接被陈远赶下船 这让李家木出了大仇 再也没人敢和他合作 并且还被撤掉了 李家一切权力 李家木 但当他听到李家木的话后 还是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他发现少爷似乎病了 有些发大病了 对务李少爷又开始打女人了 秘书被打得完全不敢吱声 少爷我明白了 我这就去办 秦可言一听李家木又要搞事 并且针对的又是燕祖 秦可言就知道 李家木的心魔还是没有去除 他的心魔就是陈远 别急饭药一口一口吃 突然李家木歪嘴一笑 想到了一个更好的计划 陈远要做慈善 其他城市的患者就不管管了 没理由地狱骑士吧 现在李家木每天做的 就是想尽办法找陈远的麻烦 咱们给他加加担子吧 李家木打算再次从中做狗 殊不知他现在就像个小丑 已经翻不起什么浪花了 我明白了少爷 而秦可言似乎脑子也不太好使 都现在了还在崇拜李家木 还是少爷气高一招啊 即使拿出一百亿 许多绝症依然难以治愈 再加上其他审视的病患永禄 燕总一定难以应付 最后花了钱还挨骂 少爷这次终于可以报仇血恨了 鉴定完毕秦可言的智商 最多只有小学生水平 他凭什么觉得李家木有能力扳倒陈远 是谁给他的自信和勇气 对了少爷 还有件事要跟您汇报 突然秦可言想起一件事 差点就忘记说了 月灵霜最近又并购了两家建筑公司 影视成项目已经正式启动 原来是关于月灵霜的 现在他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帮陈远分担了99%的压力 他们现在进度很快 工人效率也非常高 甚至可以一边建造 一边拍摄满足的需求 小月的管理能力确实出色 几万人的企业管理的井井有条 失去他我宛如断笔 真是便宜陈远这小子 我看你像个二笔 少爷我听说月灵霜脸上的疤痕 似乎好了 这是他景奇的照片 这时秦可言拿出了几张照片 这些都是月灵霜最近的照片 什么居然恢复了 李家木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那种严重的疤痕都能恢复 打开照片一看 月灵霜的疤痕已经消失 完全没有一丝疤痕的痕迹 马德早知道就不放他走了 现在这个秦可言虽然长得也不错 但能力太差了会呀 我只能说太活该了 没脑子没能力的人是这样的 认不清自己几斤几两才最可悲 少爷您看 月灵霜绝对早就背叛集团投靠了烟总 亏您还对他那么好 俗话说什么样的人 就跟什么样的人混在一起 这秦可言智商更的低的离谱 小学生怕是都比他聪明 我严重怀疑他是个智障 你给我闭嘴 由于秦可言发言实在太过闹谈 李家木也被他搞得有些急了 李家木越想越不说 秦可言怎么会这么煞笔 于是他直接出手 给秦可言狠狠来了一巴掌 想打清醒让他不要再那么智障 你这个贱人少搬弄是非 劳资心里比你清楚 无能的李家木别的不行 但是在打女人上绝对是一流 对不起少爷是我多嘴了 秦可言被打了一巴掌 再也不敢胡乱比比 脑子也瞬间清醒了 滚吧别在这里碍言 李家木似乎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 只能无奈地闭上眼 把得光是看陈远倒霉挨骂 还是不够解我心头之恨了 李家木觉得这样还不够 得再上点压力 这家伙涉足多个产业 借连扩张 现在气候已成 但依然有个致命弱点 那就是资金链 一旦资金链断裂 他就会万劫不复 但要狙击陈远 调动的资金数量庞大 我需要家族的帮助 想到这里李家木决定就这么做 他打通了父亲的电话 为父亲 我有件事情想跟您说 李姐邀请燕总来家里吃饭 而燕总也终于换掉了战神短袖 并且今天还碰巧是学姐的生日 开车路上陈远突然打了个喷嚏 哪个姑娘在惦记我呢 如今陈远身边的妹子实在太多了 多到她已经忙不过来了 就在这时陈远的手机响起 并且在后座还有一束玫瑰花 为陈远你还在忙吗 是学姐秦冰雪打来的电话 她提前和陈远约好了今天见面 没有秦学姐我刚出隧道 还有十几分钟就到了 两人约定好了今晚见面 并且地点还是秦冰雪的新家 此刻陈远正驾车赶往过去 好啊我等你 秦冰雪开心的挂断了电话 此刻一处小区内 这里的房子大多都是新建的 好紧张啊 和陈远单独吃饭还是第一次 一想到马上的单独见面 秦冰雪的脸就泛起了羞红 今天她的穿搭是一身白 看起来十分的纯洁无瑕 和她见面的地点还是在我的新家里 秦冰雪刚搬进新家没多久 里面还有很多杂货箱子 她还没来得及处理 以乔迁暖居的名义约她出来 结果却管她要钱 余总啊你真是太为难我了 事实上秦冰雪约陈远吃饭 也是带着任务的 不久前李渔公司里 秦冰雪接到了老板的任务 小雪啊有时候我真羡慕你 燕总这个人不但优秀 还舍得为你花钱 这样的人你抓住了 可以少奋斗一千年 余总您有话直说吧 秦冰雪知道老板是有话要说 没必要拐弯抹角的 是这样咱们公司 最近要开始第二轮的融资 需要一百亿 这关系到咱们公司的估值 所以我希望你能出面 央求燕总 公司这么多兄弟姐妹 加班加点 都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前景 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先是分新房子给我 又给我批了假 结果是让我来向陈远要钱 一想到这里秦冰雪 就有些羞愧 她不知道等下该怎么开口才好 陈远该怎么看我的 一个唯利是图 以为索取的厚颜女人吧 秦冰雪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好 毕竟自己和传闻中的拜金女 真的特别像 就在这时秦冰雪的门铃响起 门外有人按响了门铃 陈远你来了 一瞬间秦冰雪就忘掉了纠结 立马开门出门迎接陈远 脸上的表情是藏不住对陈远的喜欢 恭贺你瞧千之喜啊 没准备什么礼物 但陈远手中的玫瑰 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 换上新衣服的陈远 此时拿着花显的有一次别样的帅气 秦冰雪接过花 心也不知不觉跳得更快了 因为这个男人就是他心心念念的人 此刻两人同处一室 这是公司分别你的房子吗 陈远好奇地问了一句 家里有点简陋 你别介意随便坐 陈远一边张望一边说 你们余总也太抠了 要我直接给你分别墅了 陈远说的是实话 拥有大别墅的他 自然是看不上这种小房子了 而秦冰雪也被陈远的话 搞得不知道该说什么都好 你有钱你说的都对 突然陈远被眼前一目吸引 挖塞烛光晚餐 秦雪姐准备够充分了 只见在餐桌上 摆放着烛光晚餐 很明显这是秦冰雪精心准备的 片刻后已入夜 而秦冰雪和陈远的二人世界 也刚刚开始 两人一边吃着晚餐 一边碰杯饮酒 此刻这是属于两人的世界 陈远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喝了一些小酒后 秦冰雪的脸也愈发的红润了 今天不知道你乔迁之喜吗 陈远可想不出来 只觉得今天是乔迁的好日子 突然秦冰雪深情地看着陈远说道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而且我只邀请了你一个人 秦冰雪的一番话里 充满了满满的暗示 面对暗示陈远是否会主动出击呢